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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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 三百年后他竟然还在 宁 拿到我到这儿 也是因他而起 或许将赵天吞噬进行修炼成功 可以清除这黑洞的奥秘 这里的灵气最为浓郁 几天神迈这次还有三天 我得抓紧修炼 是不是废物赵晨吗 他怎么会到阎王厂来啊 废物 这里也是你能来的地方 还不快给我滚 赵天 二爪爪之随 开启黄街神迈 黄街初级修炼 去去黄街初级修炼 也敢向我挑衅 你说什么 我说 给我滚 你这废物还敢骂我 想我死 吃我一拳 你吃我一拳谢谢 什么 你刚才 说谁是废物 我错了 你别过来 晚了 拜见大长老 赵晨这废物要惨了 大长老对赵天疼爱有加 既会措事不管 我还听说 大长老极其看不惯赵晨 多次请求侯爷将其逐出王府 大长老 大长老 赵晨这废物 激动我开了什么 这让阿周通袭我 你再不来 我就被他打死了呀 孽章 你自己是个废物就算了 竟然还敢 阿海王府天才 今天 我就替侯爷好好教授你 好强的威牙 竟然站不住啊 区区威牙 还想吓唬我 大长老不分青红皂白 就要教训我 会免太实公正 这小子居然在我的威牙下 毫无反应 找废话 你算什么东西 居然敢质疑我 你若想死 我 就动手试试 传心 你能够无折等几分 黄泉一天先天后天六个东西 只有星天五者才能团阴 可这小子连神脉都没开 怎么可能 闭嘴 你若继续修炼残阳火精 不出七日 必将火毒攻心而死 什么 这事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 他怎么会知道 想要活命 就全力帮助我 我给你三夕时间考虑 三 赵辰 你现在跪下磕头 说不定我还会原谅你 二 哼 怎么 现在不敢说话了 该死 到底要不要信这小子的话 要生要死 看你的选择了 一 不能拿生命冒险 跪下 大 大招牢 您说什么 我让你给赵辰跪下道歉 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跟我走 大招牢 那小子只是个废物 为什么 快 立刻给赵辰跪下道歉 听起来没有 赵辰 不 三公子 三公子我错了 您大人有大力要饶了我吧 滚吧 三公子 现在可以告诉我驱赞火族之法了吧 两个要求 一 今天的事不得万谢 二 绝对服从我的命令 赵辰 你不要太过分 要么答应 要么死 你自己选 好 我答应你 解毒方法是什么 冯子尿 以毒攻毒 能缓解你体内的火毒 你爸 我就信你一回 赵辰吞噬进行第一处 心脏会变成赤红色 可吞噬踏人的力量 成就自身 传言这地球状 心脏变成金色 天地万国军的吞噬 化为五少神般 我那一代五弟 区区心脏角度 我怎会忍耐不住 再来 我一定要在神脉祭祀前 领成第一种 神脉祭祀马上开了 承儿他 娘 我们走吧 承儿 去哪 神脉祭祀 为了报上师之仇 我一定要觉醒神脉 赵辰 你把老子的话当耳边风 竟然还敢来 你算老计 躲开 娘 我们走 乌尔公子 这里进武 祭祀结束后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这不是那废物吗 他居然又来了 哎呀 真是年年不死心呀 年年来 年年开启不了神脉 今年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 再不开启 就要被赶出去了 时辰已到 队长 还不速速将精血 投入几杯之内 我觉醒神脉了 我也觉醒了 卫物始终是废物 居然还妄想开启神脉 做梦吧 有些人真是不自知 自己什么精良不知道吗 还非要过来受辱 神脉祭祀马上结束了 这家伙没机会了 春儿 加油啊 娘相信你可以的 我不信 我不信 这一次 我既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定当不会平平有用 我命由我 不由天 神脉 给我开 这黑洞 在吸出神脉之光 我的神脉 开了 神脉祭祀 结束 消失了 失败了 哼 虚惊一场 还以为他能觉醒血脉呢 看来还是失败了 这些人怎么会知道 昭天吞噬进京已经聚合神光 开启神门 此时不过是让神脉那边而已 神脉一开 复仇之路正式开始 老西 给我等着 春儿没事 等侯爷回来 我们便离开王侯府 想走 可没那么容易 先从我胯下 钻过去再说 你 杨青 我已经开启了神脉 为何要离开 什么 不可能 神脉之光 虽然扫过你的身体 但是并没有在你身上留下圣光 你当我们都是瞎子 可别说做兄弟的不照顾你 你若真开启了神脉 我的修炼资源 都给你又如何 但如果你没开启 我若没开启 随你处置 赵晨离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神脉 如此 修炼昨天吞噬经 需要大量资源 正好 有人送上门来 现在开始测试神脉等级 开启神脉者 做好准备 赤宠皇帝青男子 分别对用着黄级 玄级 异级 天级 先天 早化 忘记神脉 也不知道 我会决定哪个等级 开 不错 居然有两个地级神脉 胡销侯府 果然不负圣名 传说天元国第一天才 墨家墨天觉醒先天神脉 墨家也因此水涨船高 那才是真的厉害 那才是真的厉害 先天神脉 要说我赵家也 等等 那人没有觉醒神脉 为何还留在此地 想要弄虚作假 是他 那人数岁 那是我侯府之池 我这就赶走他 改人 将赵臣那个废物 乱棍打走 是 神脉 什么情况 太好了 承儿 娘就知道你一定能行的 不就是个黄街神脉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娘 你就理解一下吧 人家废物了十几年 终于正常了 肯定高兴坏了呗 原来慈子也觉醒了神脉 差点误会了 可是慈子的神脉之光 为何持续这么久 黄脉 不够 这 这是 这居然还能提升 赵天城市经过来的声音 我都能看看 这也是 我们可以去合同神脉 这 这不过是个意外而已 我就不信赵臣神脉等级还能提升 没错 这小子本就是废物 最多也就止步于此了 又变色了 千万 这次居然变成地级神脉了 这 简直难以置信 王侯府第一废物 怎么可能开启地级神脉 这神脉之光若继续提升 就是天极神脉了呀 竟然不如这个废物 我不信 我儿赵岩才不过玄极神脉 这废物居然比我儿天赋还强 我儿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哪 以后我儿在王府内的地位 怕是要超过赵岩了呢 把脸打死赵岩了 你真的比我心 竟然会报复我 不行 必须要在赵臣真正成长起来之前 为了他 承儿 小心哪 我儿加油 定要成功啊 赵岩这是要干什么 他定是想破坏赵臣的觉醒仪式 赵岩经常骑入赵臣 这事还日后被报复啊 只是破坏仪式 赵臣便会遭到神脉的反射 经脉进毁 滚下去吧 出破一个 什么 疯子 竟然破坏神脉觉醒仪式 还不快滚 道长居然主动为赵臣出手 赵岩胆敢破坏觉醒仪式 那是在打道长的脸啊 就是啊 赵臣可是地际神脉啊 也算是平复过来了 当然也会被他庇护 我 我的儿啊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可恶 就差一点 我就能成功了 你 竟敢对我在盈儿出手 若不是看在虎啸猴的面子上 他现在早就是一具尸体了 还容你在这儿放肆 大人息怒 不 不好 情急之下 忘了这个人 我们惹不起 天 天之神脉 单论天赋可以排进天人国 抢二十了呀 这下赵臣真的要一飞冲天了 府内的局势要变了呀 还真是废物变天才呀 这只要变成天之神脉了 太好了 陈儿 你终于有出息了 不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天机神脉 定是寄天神坛出问题了 您说什么 你不要命了吗 竟敢当众污蔑神坛 快闭嘴 可是我不甘心哪 王儿放心 等大夫人回来了 定不容他 没错 赵臣天赋越高 越会威胁到大哥的地位 大夫人肯定不会饶了他 天机神脉 倒也不错 够了 快看 这高城人身上的神脉之功又变了 按照先前的趋势看 这子难道会变成先天神脉 天哪 整个天元国也只有一个先天神脉啊 若此子真是先天神脉 那你们虎啸侯府 也会水涨船高 可若真是先天神脉 大夫人哪边 多谢大人吉言了 神脉之光的颜色怎么又变了 啊 不对 怎么往下掉了 是怎么又变回了皇席神脉啊 谁知道呢 也许是老天觉得赵臣不配有天机神脉吧 烤半天也就是个最低级的神脉 不浪费老子时间 去去皇席神脉 赵臣你在我眼中依然是个废物 哎 本以为会见证一个天才胆兽 可惜 这下没人挡我了吧 今天老子就废了你 不要 琴儿快走啊 哎 神脉祭坛上的事 我们富岛人家可不好插手呢 不行 赵臣若是废了 我的生病怎么办 住手 神脉军性一事之上 岂能武道 大长老莫急 嗯 小贝见得玩闹而已 大长老何必上纲上线呢 躲上 你给我让开 那就要是大长老的本事了 大长老怎么会帮助赵臣那个废物啊 帮了也没用 大长老被缠住 赵臣这废物必被打残 哎呦 很以为山迹变凤凰 没想到 是一条翻不了身的咸鱼 赵臣一定很绝望吧 二公子 我拖不了多久 哈哈哈哈 好 先人拳 不要 完了 来不及了 小群 你完蛋了 咸鱼 有了 要 快 阿 前 天有天元国啊 那 现天神脉 若是能成长起来 岂不是一大靠山 完了 这 这赵臣怎会觉醒现天神脉 不 这不可能 这个废国怎么可能是先天神脉 绝对不能超过我 骑死吧 赵臣一拳把赵炎干废了 这是赵臣进了天地之势 先天神脉果然厉害呀 赵炎已经皇帝后期了呀 可赵臣还没有修炼呢 怎么可能 大胆狂徒 残害天才 论罪当诛 赵臣 有我在 你敢动一个试试 救我 放开 谁也救不了你 救命啦 等等 大人 请您留太条狗命 赵臣开口为赵炎就请 我耳朵没出问题吧 赵炎可是一直欺辱赵臣啊 这能忍下去 难道 他还有别的目的 这小子居然给我求情 你难道不想杀了他 他的命 我要亲自取 这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懦弱无比的赵臣吗 太霸气了吧 神脉觉醒后 赵臣简直判若两人啊 好 看在你的面子上 表他一命 你不要以为开启仙天神脉就了不起 你错过修炼的黄金时期 我根本不拒你 五天 我给你五天时间恢复 届时 一决生死 赵炎好歹也是黄金后继 赵臣这么做 太自大了 就算他开启仙天神脉 可是仅修炼五天时间 就想打败赵炎 根本不可能 好 你等着 五日之后 我必废你 娘 我们走 等等 我让你们走 就你一命 让你多活五日 把你身上的零食都给我 当作报仇 赵臣 你别太过分 赵炎 你就是这样报答救命恩人的吗 堂堂侯府二公子 一个月可是有二十块零食的配度的 不会这点小钱都不给吧 如果不给 那可就太小气了 人家赵臣可是救了他的命啊 给你 我赵炎不会欠你人情 多谢你的零食啊 慢走 五日之后 我会让你终身后悔 臣儿 你有把握五天后打败赵炎吗 他可是皇军后妻呀 赵臣 虽然你觉醒了仙天神脉 但切勿自拗 仍需静心修炼 是 多谢大人教诲 三个月后 天元国的风云赛 我等你来 风云赛是天元国二十岁以下的盛会 获得前五十会有丰厚的奖励 我一定会去的 三公子 我 你刚才表现得不错 四日后来找我 我帮你解决活毒 多谢三公子 老祖院长半年左右 向全马之劳 赵臣觉醒先天神脉 日后成就定缠不凡 跟着他绝对有好处 以后再说吧 赶紧表现 好歹我在侯府那位高权重 他竟然这么随意就拒绝了我 他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娘 我饿了 想吃你亲手做的手面 好 我这就给你做去 快看 三公子回来了 难道还有人来找麻烦 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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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三公子 我有要事与您商量 三公子 怎么向我们啊 三公子 这个五串流星 是一样的 不成意思 你让我先过去 我先来的 你个不要脸的 滚远点 我先走 我走 你啊 原来是为了八戒来的 好了好了 你们的礼物我收下就是了 哎呀 吃钱这些家伙 躲我们都来不及 现在全都来上门了 这家 修炼的资源是暂时不愁了 陈儿 今日是娘最开戏的一天 你爹要是知道 你开起先天神脉 肯定乐坏了 爹 当初我们受妻辱的时候 他在哪 这辈子 我只有娘一个亲人 这种话以后不能再说 不管怎样 他都是你爹 哎 陈儿 总有一天已会明白的 这次神脉开起太过诡异 先用一颗灵石修炼看看 这黑洞的吞噬能力 大大加快了我的修炼速度 太好了 再来 给我信 身上我突破了 看一眼 已经黄极出气了 赵源当初耗费三个月 才到达黄极出气 他要知道我三个时辰就高点了 还不得欺吐血 我 你 这是 这是那么回事 难道 黑洞和神脉如何了 这已经完全和赵天春 是进行什么不同了 也不知是负是祸 博人 我要借三 三公子救我呀 陈儿还在修炼 大长老你这是 是大长老的声音 我要被烧死了 救我呀 三公子 大长老你怎么了 掀起来在 他身上 怎么会这么烫 他体内火毒爆发 散变全身了 陈儿 这可如何是好 放心 你无论 你无论 陈儿 住手 赵晨 你 赵晨 你竟对我下此毒伤 陈儿 你为何对大长老出手 出手 不 我刚才是在为他压制火毒 看 我身上的温度真的下降了 细温真的下降了不少 多谢三公子救命之恩 老夫莫尺难忘 刚才那机 又黄结初期之力 这才几天呀 我定要抱紧大腿 你身上的火毒 只是暂时被压制了 想要彻底驱除 还需要这几种药材 药材 难道赵晨还会炼神 这夜光草 寒水露 急冰草 倒是有办法能弄到 但青阳草 玄明花鬼剑仇 我听都没听过 弄不到这几种药材 谁都救不了你 你最紧看着办法 三公子 刘伯 求求你救救我 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是还是我认识的 那个威严无比的大长老吗 他竟如此对尘儿 被供屈膝 罢了 看在你表现不错的份上 本少就救你了 只不过 你要先跟我去一趟洛神殿 洛神殿 这就是天元国最大的货物交易所 洛神殿吗 没错 洛神殿分为三层 第一层任何人都会进入 第二层变秀玄街之上的实力 或是尊贵的身份 至于第三层 只有炼胎师能够进入 有意思 走 进去看看 你要的药材 说不定里边有呢 是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上古白牛的起脚 再看啊 火灵虎的精华 价格合理 五美降临 这里的货色太普通了 这 我们上二楼去 是 小子 你站住 我要上去 你为何拦我 你当洛神殿是什么地方 就凭你黄街初期的修为 也妄想踏入第二层 还不快滚 这是我应有的 三公子 您息怒 老朽来处理 你站在一旁看着 这 哎呦 敢来咱们洛神殿装大爷 我看你是嫌自己活的时间太长了 哟 有人在洛神殿闹事啊 看这小子境界 不过黄街初期 谁给他的胆子 守门的杂役 可是黄街中期 我赌这小子 一招就要被干翻 今天小爷就给你一个终生蛮旺的教训 记不替你 什么 竟然躲过了我这拳 这个教训 还是还给你吧 前几天一个天界舞者在洛神殿动物都被斩杀 这小子好大的胆子 这小子疯了呀 竟然 敢在洛神殿动手上人 他好像是侯府的人 你 你原敢打我 哎呦我的小祖宗啊 你怎么能在洛神殿动物呢 怎么 只许他打我 不许我打他 洛神殿这么霸道 这 哎 三公子你不懂 洛神殿就是这种霸道呀 三公子 你快走 这里交给我来处理 大胆 何人敢在我洛神殿动物 天哪 竟然是唐若欣 这个蛮横无理的女魔头 唐若欣可是殿主之徒 年纪轻轻 就是二级链丹师了 在殿内全是很大 连唐管师都惊动了 这小子 是真的完了 唐管师 这小子竟敢在洛神殿动物 你要是晚了一步 可就见不到我了呀 连个黄街出气的垃圾 都收拾不了 要你何用 小子 不管你什么身份 敢在洛神殿动物 难逃一死 我家三公子第一次来 不知道洛神殿的规矩 还奉唐管师不要计较 哦 你就是虎啸侯府三公子 那个开启仙天神脉的赵臣 正是在想 虎啸侯府三公子 不是一个废材吗 什么时候开启的仙天神脉啊 你的消息太过落后 就在几天前的神脉祭祀 赵臣一鸣惊人 在我二间恋丹式的精神威压之下 这小子居然神色如常 三公子 你可知伤我洛神殿之人的后果 后果 屁的后果 方才就算洛管师再死 我还是会照样打下去 这人也太嚣张了 这个赵臣太目中无人了 纵有先天神脉 也难成打击啊 什么 赵臣 你好大的狗胆 敢如我洛神殿 今日 我必杀你 唐管师三四啊 你何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不用你保护 唐管师 他会对我出手的 你哪来的底气 也觉得我不会杀你 极论花子 青幽草吗 看来最近在练着青羊蛋里 这小子是在说炼丹的事情吗 可惜了先天神脉啊 怕是要死在这里了 他真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练青羊蛋 我不但知道你在练着青羊蛋 我还知道你每次练着青羊蛋 失败的原因 什么 他是如何得知我每次练着青羊蛋都会失败 你是不是每次练丹时 便将极论花先加了进去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 你还缺少一份关键的材料 一派胡言 我怎么可能会把材料弄错 信不信由你 你 你也是练丹师 当然 当年我随意指点几句 别人可都会欣喜若狂 可现在去 什么 赵臣居然说他是练丹师 真的假的 怪不得他敢在洛神殿动舞 原来仗着自己是练丹师 即青天神脉 可超强练丹天赋于一身 人比人气自人哪 倘若你真是练丹师 把你的星牌拿来给我看看 星牌 那什么 这小子连星牌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敢冒充练丹师 赵洛神殿动舞 外加冒充练丹师 这次 他是真玩啊 看他装的那副 下有其事的样子 差点被他唬住了呢 星牌是练丹师协会颁发的平常 一般练丹师都会随身佩戴 原来如此 夏季原来以这种方式 练丹丹师的境界 盘管是佩戴的 就是二星星牌 代表着 他是二星星牌师 连星牌都不知道 还敢冒充练丹师 大胆狂徒 还不给我归线认错 为何你们总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这 这么强大的精神力 天哪 好 好强的压迫感 感觉到要呼吸不过气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男刚才居然还质疑他 太丢脸了 众臣神经力这么强大 看来他真的是练丹师啊 女孩子 不要总是寒打海上 她的精神力完全不弱于我 文力更是恐怖 可他才十五岁啊 赵臣居然还是练丹师 看来我的选择没错 以后一定要抱紧他的大腿 现在我想去第三层 你不会阻拦我了吧 等等 你 你刚才说我青阳丹列支错了 到底哪里错了 看在你长得还挺可爱的份上 小爷就告诉你好了 他想干什么 你 青阳草药最后方 收单的时候 加上去替玄冰破解了 大长老 我们走吧 是 三公子 这个臭小子 仗着自己有几分恋男天赋 居然敢调戏我 不行 我要去禀报店主 这就是天才和我们这些凡人的差距啊 神剑仁怕的女魔童 唐若馨绝被人调戏了 在洛神天宗午后还能安然无恙 我还正头一次见呢 师 师父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 青阳草最后放入 收单石家几地寻宾破 这样才能练出青阳丹对不对 你居然想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至少要再参悟三个月呢 谷徒果然天字横溢啊 其实 其实这个法子是别人那里听来的 是哪个高级炼丹师告诉你的 此法虽然不难 但也唯有长期禁银炼丹一刀的大师才能想到啊 不是什么高级炼丹师 只不过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告诉我的 什么 十五岁的少年 他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就在洛神殿里 立刻带我去见他 师父多少年都未曾失态过了 今天既然激动成这个样子 赵臣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那个 三公子 您看这里有需要的药材吗 虽然比一层的垃圾好些 但也很普通 去三层吧 等等 三公子 二位不好意思 没有星牌你们不能进入第三层 哎呀 怎么还没完没了了 总不能一路打上去吧 那岂不是真和这洛神殿不死不休了 放肆 怎么能 若赵丹师都没资格进入 天下又有几人有资格 见过店主 见过店主 他就是洛神殿的店主 这个家伙见了我师父 居然都不行礼 这人是谁啊 怎么见了店主都不行礼啊 听说 是五孝侯府的三少爷 前夕天刚觉醒了先天神脉 那又如何 店主还是炼丹协会副会长 这个年纪才是五节炼丹师 天赋太长 连给我当徒弟的资格都没有 喂 赵臣 见到店主怎么不行礼 先让若新试探一下他也好 区区五节炼丹师 也配让我行礼 当年我收的五个徒弟 天赋最差的都是七节炼丹师 这赵臣也太嚣张了吧 居然说洛神殿主不配让他行礼 他哪来的底气啊 赵臣 你居然敢侮辱我师父 算了 若新 谁还没个年轻气盛的时候啊 哥 十五岁炼丹造诣就如此高潮啊 身后必然有超级恐怖势力 一定要拉拢住他 师父 他 够了 莫要多言 赵丹师 请 气死我了 凭什么 嗯 你还算懂事 赵臣到底喝得喝呢 竟然能让洛神殿主为其引落 难以置信 殿主居然还会这么客气 可恶的赵臣 竟然害我被师父赤字 咱们走着瞧 嗯 这里的药材还勉强可以用 勉强使用 这里的药材是天元国最珍贵齐全的了 无数炼丹师梦寐以求的东西 在你口中就变成了勉强可用 你说这里的药材珍贵齐全 那我问你 这里可有寒水鹿 没 没有 玄冥花呢 也 也没有 那鬼剑丑总该有吧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说勉强可用怎么了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茬 随便编几个药材名字故意来个应我 不 寒水鹿玄冥花鬼剑丑这几种药材 以前确实存在 不过近百年来已经几乎绝肿了 什么 绝肿了 那我岂不是 死定了 三公子 你一定要救救我 老东还不想死 好了别哭了 死不了 电竹 我需要借用你们的炼丹室 另外给我准备好这几个药材 没有的就用吉阳草 暗鸣花 阳春花来代替吧 有倒是有 但据我所知 这几种药材药性相可 不能放在一起使用啊 无知 看你态度不错的份上 我炼丹的时候允许你旁观 好大的口气 竟然说允许店主旁观 他这是比店主还厉害了 你好胜狂妄的小子 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炼丹 臭小子 一会儿看你怎么哭的 你不准惊 本大师炼丹 可不是想看就看的 你个混蛋 让你特色 星儿 不看就不看 有什么大不了的 哪儿来的臭脾气 就该好好治治 赵丹师 你看我这九龙登天顶如何 当初可是花费我数十万零食呢 还行 凑合着用吧 凑合着用 我倒是要看看这小子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现在的精神力强度 大概是三级炼丹师 炼制扬丹足够了 我几 这 这精神力强度 竟然是三级炼丹师 他才十五岁啊 这炼丹天赋 绝对是天元国最强 药材 入丹炉 等等 等等 你怎可将所有药材 一起放进丹炉 这么做违背药性药理 根本无法承担呢 闭嘴 好好看着 这 这 这是 这是双线操控 一行二用 他对精神力的掌控度 竟如此精准 我拍马不及啊 这就成了 三菩萨 怎么样 单约好了吗 成功了 只要那以前 我都不吸力 没想到 现在就成王家一劲儿了 太好了 多谢三公子 老朽愿为公子送马前走 一直是放您 我不信 他如此后来也能让丹药炼制成功 丹药呢 给我出来 天主 你要干什么 莫要怪我的救命丹药啊 放心吧 他不会把丹药怎么的 来 这是三菩之养胆 一会儿让我吩咐附下 便可驱散过 三菩 石成完美丹药 他 还是人吗 还请殿主 准备接银针 我要为大长老驱散火毒了 请先生受我为徒 我怪先生脸蛋 防止自己猜疏之前 请先生一定受我为徒 你要拜三公子为师 这不是开玩笑吧 当然不是开玩笑 三公子 快答应啊 洛神殿主 势力和实力都很强 收他为徒 对您来说如骨添翼啊 毕竟 我怎么都决定 岂是你能作优的 三公子受罪 受下愉悦了 三公子为师越来越深了 我竟连他一眼都承受不住 至于你 以我的权势和地位 把一位普通侯服的数字为师 你应该没问题吧 还是算了吧 我是不会输你为徒的 什么 这 这是为何 师父 我感受到丹药散发的灵气了 这么快就练好了吗 不好 星儿怎么现在进来了 师父 你为何 要向那个臭小子下跪啊 住口 庞若信 招丹师明言你禁之禁辱 谁让你进来的 师父 您竟然为这个臭小子骂我 猎徒无礼 请信生恕罪 殿主不要做无用功了 你的天赋太差 没有成为我弟子的资格 问赵东西 竟然三番两次侮辱我师父 今日 我便在殿丹世袭会除掉你 三公子小心 没有将在身 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不好 此权我借过住 都怪我对你太过放纵了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师 师父 您竟然打我 赵先生的炼丹道 也连我都拍马不及 他岂是你能侮辱的 先生 老夫天赋几场 没有资格成为您的徒弟 但希望您能考虑一下若今可否 收胖 什么 让我拜他为师 不 我不愿意 他有什么资格做我师父 住嘴 你只不知道你在错过什么 罢了 殿主 你先起来吧 是 先生 那若新他 我收图的标准很严格 他无法拿到 什么 你居然还看不上我 你小张个屁啊 我喵咪的 先生 若新在表达对你的仰慕之情呢 鬼才是你的话的 既然丹药已经炼成了 那我们先走 殿主告辞 等等 嗯 还有什么事 不能做徒弟的话 肯请先生 收若新为药桶 啥 让我去给他当药桶打砸 只要先生愿意 若新典内所有东西 任您挑选 哎 何故 也罢了 就让他在我身边做个药桶吧 唐若新的天赋 在这蛮荒之地算是不错 放在身边打打砸 也好 多谢先生仁慈 若新 快给先生行礼 哎 师 师父 我不要 我不想离开您 不用再说了 从此以后 我们不再是师徒呢 北周 什么 心儿 从今往后 你就好好跟随赵先生修行吧 这陆神殿主倒是好气候 可惜天赋有限 难成大气 赵臣 你若是不值得师尊这么做 我发誓 让你痛不欲伤 我无需向任何人证明 殿主 老臣你为我准备一套银针 我要给大长老 驱散火毒 多谢少爷 遵命 剑少 这是殿内品质最好的龙闻银针 请问 可用方 嗯 还行 凑合着用吧 大长老体内火毒已入五脏六腑 就算大罗精心来了也难救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治 万事俱备 大长老 你速服下这扬丹 是 好热啊 东西都变得好烫 如此浓郁的火灵里 这火多不简单啊 好热啊 好烫 都变得好烫 赶快 我的天 您就要 我不正是 化妆 剑少爷 好烫 不正是 保重 很厉害 你 没有 你 顶到手 大功告成 这就成了 这去除火兜速度也太快了吧 火兜 真的没了 太感谢你了 三公子 三公子大恩大德 老兄莫知难忘啊 你想干嘛 老兄因为三公子做牛做马 三公子 以后我就是您的人了 您让我干嘛就干嘛 太秀麻了 动手 喂 你好歹也是天杰强者 怎么如此不要脸皮 毕竟捡回了条命 激动也是人之常情嘛 好了 既然事宜解决 那我们先行告辞了 先生慢走 这 殿主 我先走了 嗯 若新不要怪师父 跟着他 你的前途才会更好 赵臣在洛神殿动手后 竟然还能安然无恙地离开 难道赵臣的实力让洛神殿也忌惮了 啊 杭管事为什么也跟在赵臣身边 三公子 听说城中和暖相殿先来了一位头牌 要不要去丁天小姐喝喝茶 听起来还不错 好 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小兵啊 放开我 这声音听得怎么这么熟悉 发生了什么 赵臣燕 乖乖从了本少爷 我定不会亏待你的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走吗 我是劫不坏屈服的 你敢推我 你这都已经答应了 你竟然还不走 看我不打死你 住手 赵臣 臣哥哥 三公子 赵青燕之父已经将千小姐许配给黎阳 此事不应插手啊 哦 已经许配了 臣哥哥 我不想嫁给这个变态 求你救救我 根据之前的记忆 赵青燕是我的桃妹 来追尾啊 天使对我不错 算是我王军的第一道 臣哥哥 慢点 放心 你不想嫁 我就替你退了这桩婚事 谢谢臣哥哥 没想到 他还挺热心的嘛 你替他退婚 好大的口气 赵臣你只不过刚开启仙天神脉 老子一招就能废了你 以为我刚开启神脉 修炼时间上了 可不能教训吗 没错 你个废物 就算老子 牵牙布 你在修炼几日 速度怎么可能那么快 现在还敢嚣张吗 你 你想干嘛 别过来 赵臣 我不会放过你的 去 给你的眼睛 居然可欺负我 没 大不你娘都不愿意 赶快跪下 赶快跪下 赶快 赶快 侯府三公子 好凶残啊 以后千万不要惹到他 那羊太惨了 简直没眼看 打完 说不 陈哥哥好厉害 又闯祸了 这家伙 混账 谁敢伤我家少爷 你走 陈哥哥小心 你老腿 你的对手是我 少爷 您没事吧 该死他 我 一定要杀了赵臣 这个混蛋 没想到赵臣 刚修炼没几天 就这么厉害 可林阳已经 黄街中去了 认真起来 赵臣不是对手的 少爷 方才那小子 只不过占了 偷袭之力 真打起来 他不是你对手 我去缠住 侯府大长老 给去教训他 好 今天我一定要 让这个小子 付出代价 大长老 许久不见 咱俩来比划比划 林老虎 真等我怕你们 好机会 赵臣 没了他人庇护 我看你往哪躲 我何曾需要他人庇护 大人不残 我这就废了你 八级签 不好 这小子竟然使用武器 不会武器 我得去碰门 大长老 还没打完呢 您这是想去哪啊 该死 大长老被林长老沉住 没办法救援造成了 林阳的八级拳 一拳更比一拳长 这最后一拳 怕是有千斤之力啊 林阳正是想飞到赵臣呢 陈哥哥 快躲开啊 要不要出手帮忙呢 赵臣 你死定了 该死的人是你 天前 风云变 这怎么可能 废的一拳 赵臣用的什么武器 你太厉害了 赵臣果然是天才呀 我看是林阳太废差了 哼 实力还不错嘛 哇 陈哥哥好厉害 混账 这个兽我叫兽呀 林老鬼 我们还没打完呢 再来呀 混账 你敢玩晕的 混账 打的就是你 给我封手 不放 听说 你想废的火 你 你想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 你可别乱来 你说 我这一脚下去 你会飞吗 不要啊 赵臣大爷求你了 滚开 别抱着我 赵臣大爷求你了 饶了我吧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好 我要你解除和赵青烟的婚约 没问题 我林阳愿意解除和赵青烟的婚约 天地为正 太好了 赵臣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找机会弄死你 那个 我解除了婚约 可以走了吗 还有件事 给解决一下 你 你还想干什么 赵臣 你敢动我林家不会放 活该 干得漂亮 这林阳天天仗势欺人 活该这个吓着 这一脚可真够狠斑 估计是要废了 老天爷呀 他又闯祸来 宫爷 少爷 你 你怎么样 怕是 废了 快 快送我回去 找大夫 是 赵臣小儿 今日之事 林家必会讨回个公道 三公子 您此举未免有些冲动啊 林家势力不在侯府之下 北周 一三更 陈哥哥对不起 我给您惹麻烦了 放心吧 林家要是敢来 我便灭了他 放心吧 小妹妹 这种人渣再敢来 我一定打到他满地找呀 你什么时候也这么热心呢 那种人渣 人人都要猪之 赵青烟 谁给你的胆子 居然自己跑回来 爹 林阳他吃喝嫖赌 人品败坏 我 我不想嫁给他 广批 林阳是林家的大少女 你跟了他吃香的喝辣的 有什么不好的 亮叔 你究竟输了林家多少好处 要把青烟王坑里退 关你屁事 也以为你开了先天神脉就能横行把道了 在我眼中 你还是那个废物 你马上跟我回林家去 否则我就打死你 不 我不要 我没听见青烟叔 不想嫁给林阳吗 你 你想干什么 朝臣 你敢对我啊 多少 我可以了你 我是先天神脉 你敢动我试试看 看不像我 会不会发了你的皮 朝臣觉醒了先天神脉 定会受到侯爷的重许 现在不能动他 顺便告诉我 那林阳不仅当众结出了婚约 还被我一脚变成了太监 什么 你完了 林家不会放过你的 快着我去林家陪罪 别被他连累了 不 你说什么 自从母亲死后 你便从未把我当女儿看过 只把我当作交易的工具 我 我要和你断绝妇女关系 灭绝 灭绝 我看你是模拟了 打吧 就当是还你的养育之恩 神脉 我 什么 神脉 是谁打的我 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他 是我 天 天杰高手 你可是不服气 神脉可是洛神殿的唐大管师 还是二级练端失误 后台很硬的 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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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原来是唐管师大驾光临 在下有事远迎啊 天爷妹妹 我们走 多谢若欣姐姐 哈哈哈 没见过这么怂的 哎 还真是丢侯府的脸 长臣 唐若欣 我要你们不得好死 娘 清言妹妹以后就住在我们这里吧 二夫人 以后麻烦您了 哪里的话 清言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家 想住多久住多久 尘儿 若我没记错 这是洛神殿的唐管师 真是在下 唐若欣见过夫人 店主令我跟随先生学习单数 往后叨扰了 什么 啊 陈哥哥还会练单 啊 跟尘儿学习单数 尘儿 这是怎么回事 那 那什么 其实我就是电视玩的 可是 娘 你别问了 我都饿了 那快去做饭吧 哎 好好好 那 可算是糊弄过去了 今天就是赵臣和赵炎的窝战日了 也不知道两人准备得如何 满打满算赵臣才修炼五天 哪来的底细和赵炎神死斗啊 哎 觉醒了先天神脉就以为天下无敌 我看今天怎么收拾 颜儿 一会儿比斗 不必手下留情 不必废了赵臣那小子 放心吧 娘 今日 不仅要废了赵臣 还要让他跪地求饶 脸面溜尽 赵臣 前几日你对我的侮辱 我一定会将被讨回来 我儿好样的 这赵炎神醒太过歹毒了 赵臣太猛撞了 可惜了先天神脉呢 哈哈哈哈 下班下班 摆烂摆烂 太阳都落山了呀 每周 13 赵臣 可混账东西居然敢放我个子 赵臣你个误当废 必要将你把铁投进大铁万块 方能救我心头之害 赵炎真被赵臣气疯了呀 赵臣这是完全不把赵炎放眼里啊 难道是害怕不敢来了 什么情况 各位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一点 哎 赵炎人呢 可恶 赵臣你竟敢戏耍我 今天你必死无疑 是狂血呢 力量 想看的力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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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臣 有死吧 像是狂血呢 死丹虽伤害极大 但短时间内能大幅提升实力 少年这是要治赵臣于死地啊 这下赵臣真危险啊 这下赵臣已经是黄杰天风 早晨已经给死尽了 早晨已经给死尽了 是 这下赵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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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再慢慢休息 你用了什么药术 这从这些脉火燃好用 现在的我们 已经突破了我们这东西了 我要是 凤昔 没有 想不想它 你已经召了 这下赵臣 赵臣 赵臣 困长 你杀了我儿 我要你绕命 只会干 尔等在府中屡次欺辱 神脉祭祀上 赵岩更是欲弃我姓名 我杀他 何情何礼 赵臣说得没错 使劲你杀别人 不许别人杀你嘛 凭什么 赵岩私有余辜 王氏 你若再无理取闹 足法处置 赵臣 你给我等着 我儿之仇 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好 我等着 哥 赵臣的孽畜 不仅杀了炎儿 还对我动手 你又为我报仇啊 赵臣小儿欺人太甚 我给你三名皇家后妻杀手 去拿赵臣向上人头 多谢哥 我定会让那赵臣死无葬身之地 家主 那赵臣天赋恐怖 是否需要我出手 将其恶杀 不用 先让小妹去探探底 不管怎样 都是他们赵家人的事 和我王家无关 那赵臣废了林阳 已将林家得罪死 我们坐山观虎斗即可 家主应免 乱起来才好 否则我王家如何崛起 我杀了赵爷 往事必然不会罢休 赵臣 你给我等着 我儿之仇 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当我这些目 还是要提升实力 我的心疼 怎么突然又开始疼 正是怎么回事 不要 不要 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是什么地方呢 我又回来了 早才不是做梦 我不仅进入了太古之地 而且还获得了太古神闻的传承 王室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杀我 我 娘 我去洛神殿一趟 好 好 早点回来 这小子终于出来了 害得搁几个吹了几天冷风 待会儿定要他好看 一会儿 找个没人的地方下手 饿得还挺困的 出来了 跟了我那么久 不累吗 不愧身具先天神脉 居然能发现我们 可惜 今天就要陨落在这里了 我最喜欢扼杀天才了 就凭你们三个黄坚后继 也想杀我 还挺硬 少死吧 正好拿你们试试 我这道太古神闻 力量如何 这怎么可能 我们只要连一拳都戒不住 这就是天才嘛 一道神闻 便有千金之力 若是能刻上个几块道 岂不是全处天地碎 还怪 还只能不如意我们赶快溜 小声点 想去哪儿 说说吧 谁派你们来呢 别 别过来 杀了我 我也不会说的 想从我们身上查出雇主 想都不要想 许可杀不可宠 都是王室让我们干的呀 那也放过我们吧 我们前招了 果然是王室笑的说 看来我们的账 得好好算算了 还好没有暴露 我们是家主派来的 这小子也太好骗了 行辞手软 难臣大事 怎么会 你们这点小聪明 还想忽悠我 小臣啊 孽障 居然敢杀赵妍 等侯爷回来 我必上线 将其出出府内 我看到赵臣 已经等不到侯爷回来了 夫人的意思是 我已派出三名皇家后期杀手 赵臣的孽障 死定了 不好意思 我还没死 光是 你派出的那些杀手 太不中用了 什么 不可能 你在皇家中期 怎么可能逃得过 三名皇家后期的杰杀 王室 你竟然能派人杰杀 虎内公子 你想死吗 你竟然能够 让侯爷回来决定 存不到你们管 赵臣 就算我杀不了你 但你娘能躲得过我的暗伤吗 我也要让你体会 失去至亲的滋味 二夫人 爱情甚严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张国子 不要啊 业掌 你真敢 你会死 王室死 死了 赵臣 是有人真的敢吓傻 业掌 你居然敢杀二夫人 今日我便要听李门户 竟敢以我母亲危险 臭马子便宜他 公子如何处置 但侯爷回来决定 还不用你来管 至于至此 必须要保住三公子 你 混账 侯爷回府 启离家主 害处的三笔杀手 都死在了赵臣手中 并且 往事他 小妹他怎么了 王 王事 也被赵臣杀了 什么 小妹 小妹他 你 家主 息怒啊 家主都准备没死去 必然大怒 那赵臣完了 我正愁没有借口 对赵家出手的 赵臣你就送上门来了 马上联络林家家主 可带好人手 前往赵家 是 小妹 我一定会跟你报仇的 顺便踏平 公请侯爷回府 本侯终于到家了 这一路奔波 确实有些老内 见过父亲 见过侯爷 见过父亲那儿 都起来吧 这就是对我 不闻不闻的父亲 虎小虹 赵臣 我绝不允许你威胁到我儿的地位 这不是洛臣殿的唐若新唐管是吗 你为何会在这里 回侯爷 我现在只是赵臣公子身边的药童 什么 我的女神成了别人的药童 开什么百姓 他凭什么呀 是我 这唐若新的是我乌司的儿媳 竟然被赵臣抢了先 哈哈哈哈 密后啊 密后啊 没想到陈儿居然还会练单 加上先天神漫 我赵家崛起 指日可待了 哈哈哈哈 提禀侯爷 我有要事禀报 赵臣他大逆不道 竟敢 赵岩和王室多次暗害我 已经被我诛杀 什么 天哪 诚儿怎么会 岂有此理 此人心性歹毒 就算天赋在家 也终之祸害了 以下犯上 冒天下之大不韦 论罪当诸 看他这副模样 似乎 没有任何悔过之心 残害兄弟 杀害长辈 论罪当诸 请侯爷下令 上次神脉祭祀 得罪了赵臣 这次正好将其扼杀 好机会 来人 将赵臣这个魔徒打入死牢 是 不 诚儿是有苦衷的 你们不能这样 杨倩放心 今天 谁也渡不了我 住手 赵臣 这到底怎么回事 若无原因 我便亲手诛杀你 我杀人确有理由 但何须向你解释 赵臣竟然敢顶撞侯爷 他死定了 赵臣狂妄过头了 赵臣 你说不说 我被打你认了 不是这样的 赵延是与成二生死战服用狂血丹 才被尸首打死的 至于王室 他是 启禀豪爷 王室派人暗杀三公子 便以三夫人为妖险 这才被打死的 属下可谓担保 原来如此 这么说来 赵臣并不是杀呀 这王室和赵延好生歹毒 赵臣罪不至死啊 当真的如此 赵臣你为何不说呢 我杀该杀之人 何须都说 为了不让娘亲伤心 我还是先不顶撞吧 说得好 这才是我虎下侯的儿子 赵延那个困账 根本不配当我的儿子 侯爷 可是赵臣 此事就这么算了 不要多说 这个老爹 似乎还可以啊 太好了 我 居然让赵臣躲过去了 来日方长 赵臣 我不会放过你的 赵臣小儿 给我出来 赵臣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侯爷 大事不好了 王家家主和灵家家主 带着族内高手过来了 交出贼子赵臣 否则今日学习赵家 今天我们就来讨个公道 黄影 丁峰 尔阵大人躲在我府门口 向我作甚 赵臣杀了我妹妹 今天我等是来讨个说法的 没错 赵臣居然敢废了我儿 如果交出他来 即使我们便踏平赵府 天哪 王家和灵家居然联手了 若是不将赵臣交出去 王侯府这次在街难逃啊 这赵臣真是灾心啊 有他的地方就不平静 侯爷 灵家和王家联手 我们等不住啊 不如就将赵臣交出 赵臣是我儿子 有什么事情 我这个父亲一力承担 既然如此 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小的们给我上 踏平赵府 是 是 今日就让赵府就此出名 冲啊 杀 找死 你 千金利 太可怕了 核恐怖的全剑 赵臣太妖孽了 我儿打得好啊 带我助你一臂之力 你 求我 林家主 你等住户下后 我去杀了这个小贼 好 向后我来战你 找臣小贼 去死吧 停 臣臣造成要废了 怎么办 臣啊 你把赵臣 我看今天谁敢动赵丹师 什么 赵丹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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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被挡住了 来的倒是正合 赵丹师 他怎么会来这里的 难道他要插手这场真道 赵丹师 这说的 不会是赵丹师吧 赵丹师 您没事吧 并无大碍 多谢殿主出手了 这 这赵丹师为何对赵丹师这么恭敬啊 我一定是眼花了 难道赵丹的炼丹天赋 也非常 洛神殿主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等于赵家的恩怨 请殿主不要插手 赵丹是我洛神殿荣誉长老 儿童围困在此 是想与洛神殿为敌吗 这 什么 赵丹师 这是洛神殿的荣誉长老 天哪 赵丹绝对是洛神殿历史上 最年轻的荣誉长老 他简直就是我们侯府的骄傲 我早看出三公子不是一般人了 这殿主倒是机智 趁其给我安上这么一个名号 也罢 毕竟他帮了我一手 我就接受了 赵丹 赵丹怎会洛神殿主做靠山 可恶啊 赵丹这小子运气怎么这么好 洛神殿势大 有他们帮忙 看来今天无法剿灭赵家了 可恶 难道我儿就这么白白被废了 我倒是有个办法 你如此这般 然后 儿童为何还不退去 当真不把洛神殿放在眼里 殿主有命 我等自然无感不从 但是 赵丹丹已经被他爹许给了我灵家 我要带他回去 我不 我不要回灵家 撤 还要不得你 过来 我 不要 给我 滚 赵臣 你 丹丹是我赵家的人 休想动他一根寒毛 是吗 他爹在我赌场输了几万两临时还不上 给不了女儿 只好让他自己拿命来还了 不好 爹 殿主 这是林家主与赵亮妇女的私事 您管不了吗 这 老四无药可嗅了 请 成员救我 我 我 我可是你爹啊 放开他 我和你们走就是 赵丹丹要是真具林家 那就惨了 凭见他赵臣没办法 定会将怒火压在他身上啊 多好的一个姑娘 怎么就摊上这么个爹 等等 你们无非是想要我的命 有本事冲着我来 我都接下了 啊 这可是你说的 七日之后斗无常 你打败王家王炎和林家林超 这笔账就一笔勾销 王炎和林超是两家第一天才 休美早已达到皇家大圆满了 赵丑队上他们俩 这不是找死吗 太无耻了 王家主 你这条件 为你太过分了 陈啊 不能答应他们 这是要你去诉死 陈哥哥 你千万不要答应 我跟他们走就是 想取我幸 你要战 我便战 什么 赵丑是傻的吗 这百云必死局啊 为了赵丑严值得吗 赵丑有心有意 但未免太冲动了 这赵丑自诩死路 倒是不用我动手 赵丑 你死去不远了 好 有魄力 七日后斗无常见 我们走 林家 王家 我迟等要将尔等灭族 陈哥哥都怪我 情人和他们走就是 我不想连累陈哥哥 没事吧 金音 你要相信我的实力 我相信陈哥哥一定会赢的 灵堂 我们来这里干嘛 尘儿 看好了 这是血脉之力 没错 我们一族体内拥有天虎之力 你已改起神脉 是时候来这里感悟一番 说不定会觉醒血脉 增成战力 血脉之力传自上古 绝醒后极其强横 没想到 我这不身去引用 倒是意外之心了 尘儿 你安心感悟 我在外面等你 好 尘儿 你一定要成功吧 不行 我替你们血脉之力 太细磨了 正常来说 无法决心 但是 我也推斥神脉 不信 血脉之力汇集成灵象 小阳反抗 血脉顶小爷敢反抗 给我碎 这光哪来的呀 好像是灵堂那边的 这是什么光 难道是三公子 成儿 难道说 成儿 刚才念的光是什么 你是否卷起了天虎之力 罪人 天哪 这血脉之力 竟然如此浓厚 简直看病千土 我的血脉之力 这是 这可跟我没关系 手力之中 强者为存 够了 回来 真是丢死人了 这东西你拿着 这是什么 遮天甲 可以以逆气息 遮挡修为 你多加小心 这便宜老爹 对我还不错啊 七日之后 便是我与王爷宁朝决斗之日 我微游突破到黄间后期 并刻画出第二道太古升纹 才有胜算 赵天吞是惊 给我吞 皇家调皇颜 战无上上 总功无特 您家林超 全往北海 狡击南山 赵天吞是惊 第友谊第一 第三第二 救命啊 狗爷发动了 狗爷发动了 我给本回滚站 猴爷何必这么大的火气啊 他们说的也是实话 猴爷生气也没用啊 尔等就真以为 我儿赵臣输定了吗 不只是我们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两个黄结大圆满 打一个黄结中企 怎么打都赢定了呀 我赌一炷香的时间 赵臣就得被干趴下 疼了吧 我看他连半炷香的时间 都撑不过 谁输谁赢可不一定呢 尘儿的血脉之力 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 这都什么时候了 赵臣怎么还没来啊 他不会是派了吧 这是必死之举啊 我看他肯定是 害怕得躲起来了 气死我 亏我还撬了半天 搬来看决斗 这家伙居然不来 废物永远都是废物 就算拥有先天神脉 依然胆小如鼠 我就没指望他敢来 这废物以前看到我 像他双腿都发抖 老爷 赵臣要是临阵脱逃 咱们红府的脸去丢大了 得立即派人去找他啊 赵臣今天必须得躲在决斗台上 侯爷 赵臣若真不敢来 我建议将其直接驱逐出府 以惜民愤 不急 再等等 臣儿 娘宁愿你不来呀 吴小侯 赵臣约战我们两家却不出现 真当我等是你捏的吗 赵臣 立即将赵秦爷那个贱人当中打死 为你弟弟报仇 谁敢拦你 也许与我两家为敌 我看谁敢 赵臣没到之前 谁都不许动 赵丹氏没来之前 两位家主请消安无道 赵臣没来 几位家主先要打起来了 打起来才好啊 打起来我这票就不是白买了 有好戏看了 洛神殿主 我们给你面子 但可不是怕了你 动手 明白 盆头 侯爷 给我去死 不好 困账 居然敢偷袭 没用的 来不及了 还得我儿变成太监 这么死算便宜他了 谁也救不了赵青烟 陈哥哥 我们恐怕 要下辈子见了 放心 我来了 谁 难道是 陈哥哥 陈哥 赵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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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这小子来得还挺及时 来了又如何 他不是臭儿的最少 赵臣 还不错吗 这样能挡住我的神魔是天 我不想浪费时间 你们两个 一起上吧 陈超兄 看来 你我兄弟二人 被人看不起了呢 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罢了 想要同时照我们二人 你先试试能不能遮住我这一招 既然你们不一起上 那就不要惯了 天魔震魔 陈哥哥 千万不要有事啊 超爱 一定要赢啊 天虎之力爆发 诚儿应该不会输 凌超 你输了 这 这难道是我眼花了 凌超怎么被赵臣一拳各方了 赵臣才修炼几天啊 不会是先天神漫天才呀 我看 是那凌超财富 要是王妍 绝不会输死 打得漂亮 不愧是我的儿子 太好了 诚儿没事就好 陈哥哥好帮 可恶啊 这小子怎么就是不死啊 不行 我得罪过赵臣 他越前我越危险 他必须得死 赵丹师果然不烦 你得好好浪漫住他 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让你们两个一起杀 你非给自己找死 你 不要 不要杀我 高臣 快放了我儿 我少商量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放不他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杀无胜 不犯人 这赵丹好狠 以后千万不能得罪他 今日一阵 臣内在挖你 大乱将至安 赵丹 竟然杀了凌超 人家绝不会罢休的呀 嘿嘿 你几个杀我儿 要活剥了你 想杀我儿 当老夫不存在吗 学刀期间 仅致任何人插手 回车 死 可恶 林兄放心 林家两个儿子 一个死了 一个废了 吞并他们容易多了 简直是天助我也 我儿王颜还在台上 他必能为你报仇 赵臣 你能杀了凌超 确实有些出乎我的预定 但可惜 你今天仍旧是必死无疑 是谁给你的勇气 在我面前冲胖子 上一个这么干的人 可是刚刚死在了你的面前 哼 自然是实力给我的底气 哈哈哈哈 这什么 王颜已经通过到了玄界初起 他竟然隐藏了实力 完了 赵臣死定了 黄界和玄界差距 可不是天赋能弥补他 哼 太好了 赵臣这小子死定了 哈哈哈 天助我也啊 赵臣 我看你这次怎么活下来 糟糕 王颜竟然是玄界无者 赵丹是危险了 侯颜 你可千万不能让陈儿出意外呀 陈哥哥 你要小心啊 放心吧 我必为保护乘尔安全 可爱 命了 杀了他 杀了赵臣 为我人报仇啊 颜儿 诉说杀了赵臣 噓 龙蛇九变 这是王家的成名绝技 王颜童真本事了 赵臣没救了 你们看 他都已经放弃抵抗了 徐安杰初起 正好拿你试试我霸天拳的第二十 出天上 你去黄街而已 你还想翻天 看看到最后是谁死的 什么 这不可能 去地狱里忏悔吧 不 我今天怎么老是出现幻觉 刚才居然看见 王颜被赵臣一拳干废了 我天哪 不是幻觉 黄街的赵臣真的月气干翻了玄街的王颜 这个世界也太疯狂了 天才被废物女压 那到底是咋回事啊 怎么可能 赵臣居然赢了 王颜这个玄街是山寨的吧 居然连赵臣都打不过 你们俩在嘀嘀咕咕什么呢 天要侯府啊 有赵臣这样的天才是侯府之幸啊 是啊是啊 有了赵臣 侯府定能崛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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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王家主 现在怎么办 有洛神殿主和虎萨活在 我们也无法障之阻止 凭什么只有我儿灵超死 王颜也休想逃过此街 待会儿我先不动 等着王颜被杀后才出手 嘿嘿 谁说我儿王颜败了 这场决斗才刚刚开始呢 什么 王颜难道还有底牌 王颜 我觉醒神脉之前 你和赵颜已欺辱欧大武林了 现在我要杀你 你可有话说 呵呵 杀我 可被我还真敢想啊 魔剑 没想到这小小天元国之中 居然还有天魔的踪迹 看来我当年灭杀的天魔族群 还是不够多 那黑系是什么东西 王颜的气息怎么变强了 王颜竟然还有底牌 这下子 赵颜怕是真的死定了 哈哈哈哈 可惜 天元国 五一二的仙天神脉 今日就要陨落一个呢 陈儿 周大师 哎 决斗期间禁止任何人插手 燕主 这可是你说的呀 赵臣杀了我啊 他今天必须得死 谁敢 去你的 本殿中 你已经废了你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你敢打我 他 你比我使用魔器 你死也瞑目了 啊 哈哈 死死你吧 这次看你往哪儿逃 不 陈儿 陈哥哥 快不往开 东西是慢 有戏 什么 那种魔器对我来说 简直是大不成果 啊 这 这不可能 怎么可能 这么厉害 这 这是什么情况 王爷的底牌 竟然对赵臣没有用 王爷竟然给赵臣跪下了 他是要认输了吗 连败两大天台 赵臣崛起之势 无人可打了 啊 你 你竟然能够推薦我的魔器 你到底是什么人 要平衡的人 你不能杀我 否则你就得罪了林王两家 饶了我 啊 啊 啊 不是吧 啊 我也死了 啊 我 我也死了 他可是玄间舞者啊 赵臣太妖孽了 竟然能月经逆发王爷 就他在 护上侯府必然大心啊 规定 林家和王家 绝对不会做事赵臣成长的 啊 啊 有这小畜生在 我儿必然不能够成侯卫 必须得死 此次心狠手辣 若由他崛起 之后定然不能容我 看来之前王家主给我的提议 可以执行了 这小畜生 你竟敢杀了炎儿 王家人听令 不惜一切代价 灭杀赵臣 是 冲啊 欣愿赵臣必死 杀呀 杀呀 被少主报仇 拦住他们 保护好臣儿 是 是则守住三公子 三公子是侯府卷起的希望 保护三公子 挡住他们 炒弹师是我洛神殿的人 谁敢伤他 便是于洛神殿为敌 挡住他们 承儿 让亲眼他们先走 这里有为不成者 好 有天主帮忙 父亲那边一点没问题 二长老 此时不动手 等待何时 什么 二长老 你 竟然是内仙 不好 赵丹是有危险 你 挡住他们 别让他们救援赵臣 赵臣今天必死 赵臣 赵臣 你先和我母亲弟 赵臣 你今天都得死 赵臣哥哥 小心 赵臣 赵臣 你都会这样子 赵臣 你这么伤 可孩 赵臣 赵晨 这次我看谁还能救你 我要你死 你是什么 西城人阵 我体内的力量怎么在流逝啊 救救我 没人能救得了你 胡销侯府的二长老可是第一级高手 竟然都不是赵晨的对手 赵晨太妖孽了 简直和小说里的主角一样 怎么打都死不了 这样的变态 我们根本不可能杀得了啊 二长老这个废物 这样都杀不了赵晨 玩家主 今日我懒家族人 心神被赵晨震慑 岂时已无 不如今天先撤走 来日再多打算 只能如此了 我们走 不行 我精键还是太低了 全力催动吞噬神脉 所有精脉几乎爆裂开来 以后不能这么干了 丑儿 你怎么样了 赵丹氏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殿处大人 青烟上午一见生机 请您有丹药暂时 维持住赵晨震的性命 在下必有后报 赵丹氏不必和我客气 泽乃大还丹 能维持赵姑娘半年生机 多谢 诚儿 青烟 青烟五脏六腹已坏七分 你不久已 你这又是何苦呢 不 还有一物 能救青烟 汇原圣丹 如今唯有汇原圣丹 才能救青烟 汇原圣丹 这可是五节领丹呀 十分难以练制 青烟 青烟汇原圣丹的材料 极其罕见 咱们这小地方 估计很难凑齐啊 三公子 这是没法子 无论找救命稻草啊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汇原圣丹需要寒丁山 天龙玄帘 天极枝 今天古草 黄极真水这五种药材 我倒是知道 天极枝和黄极真水消息 哦 愿闻其想 黄极真水是天元国 皇室专属之物 而那天极枝 虽是我洛神殿主 但除了总殿主外 谁都无法动用 放心 我会用等价的宝物来交换 好吧 天极枝不是那么好换的呀 总殿主的儿子 可是一直想要 哎 风刃草 火凝水 炫火铜精 地精乳 黑墨叶 公子莫非是想要炼制血缘丹 可是这药材 似乎不对啊 因为我炼制的 不是普通的血缘丹 吞噬了默极之后 我终于突破了黄极巅峰 正好能够炼制血缘丹了 不是普通的血缘丹 开炉 炼丹 是 天壮队 天壶 读入了天壶这里的血缘丹 效果能大大增强 浮涌后至少能提升一个小情节 而且还没有后遗症 如此精纯的空火术 恐怕是电竹也无法做到吧 而且 都说认真的男人最帅 赵公子现在看起来 确实好帅呀 哎呀 我在想想什么呢 胆成 成功了 好雄魂的丹丽 这元宝二品的血缘丹 经赵臣所列 竟然达到了三品之列 好了 继续吧 赵公子 还望您收我为徒 赵臣的丹数 整个天元国几乎都无人能及 殿主的苦心 我终于明白了 哦 现在觉得 待我为师不丢脸了 那个 之前是若心愚钝 请公子看在殿主的面子上 就原谅我吧 好 你暂时只能成为我记名弟子 日后有无师徒之缘 另当别论 可否愿意 弟子愿意 再谢师尊 起来继续练丹吧 是 有了这五颗血缘丹 能够极大提升侯府战力 就算亡灵两家再次打上门来 也不足为惧 耶 师尊好棒 不好了 王家和灵家又打上门来了 啊 人家挡住了 快上 侯爷 师尊 怎么办 来得正好 今夜 便让这亡灵两家 彻底从城中出名 嘿嘿嘿嘿嘿嘿 我起家身 我等实力大自 哈哈哈哈 如今洛神殿主也被我们派人拖住 今天你们赵家注定要被灭掉 胡秀侯 你还有什么遗言要说吗 成王败寇 我身在了 但侯府内的老弱妇孺是无辜的 可否放他们一马 别做梦了 杀子之仇 不拱戴天 今日 我便要突进赵家满门 来为我而陪葬 想突我赵家满门 你们有那个本事吗 啊 三公子 成儿 小臣 来得正好 今日我就要杀了你 以兮我而在天之灵 小臣 今日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趟 成儿 谁让你来的 这里有我顶着 你赶快逃啊 三公子 你是侯府的希望 只有你活下去 才能为我们报仇啊 是啊三公子 你还是先逃吧 这里有我们挡着 三公子天赋超人 只要成长起来 定能为我的报仇血恨 留得情深在 不怕没柴烧啊 父亲 长老 大家 这就是我的家族吗 放心吧各位 赵臣再次报仇 今天大家伙 一定会没事 因为 我已经炼制出了 可以增强战力的血缘丹 血缘丹 成儿 血缘丹只能稍微提升战力 而且有极大的副作用 就算我们服用了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是啊 取军血缘丹 无法改变战局啊 三公子终究是年轻了些 想的太简单了 不管怎么样 三公子也是一片好心 还是别打击他了吗 区区血缘丹就想翻牌 赵臣 做梦吗 我看他无非是病急乱投衣罢了 父亲 相信我 我炼出的血缘丹 不一样 没错 师尊炼出的血缘丹 可是很厉害的 好 我姓成儿的 力量 什么力量 故弄玄虚 林家主 不如有你杀了胡孝侯 断绝他们最后的希望吧 胡孝侯气息有些不对劲 先吻一手 滚拿 某非常荣幸 赶下了胡孝侯的头颅 超火 飞 我喜欢你 天魔党 天狐震佛群 去死吧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会 死 死 死了 林家主竟然被胡孝侯一拳打死了 血缘丹 一定是赵臣炼制那颗血缘丹的功效 太逆天了 那颗丹药逆转的战局 这还怎么打啊 我想这颗血缘丹后 我已经达到了天界终起 我而果然是炼丹天才 天佑我赵家呀 我之前还怀疑三公子炼出的丹药没用 我真是顺目寸光 以后三公子说什么 我就听什么 三公子太厉害了 随意炼制出的血缘丹都非得寻常 能借我赵家为绝 三公子 简直就是我们侯府的福星啊 闲话莫说 尔等还不速速服下丹药 是 太强了 我足足提升了一个境界 由此单暂 王民两家不住挂齿 王家邻家的兔崽子们 这次轮到我们看你们了 灭过赵家 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 给死去的地球们报仇 是 把他们全部留下来 不要找我 我们也是被逼的 救救你们饶了我吧 我不想死啊 不 这不是真的 我冲滑了那么久 弦灭赵家再吞林家 怎么会失败 王阳 你高通建国修炼魔器 大力不道 你若自裁 我可留你个全尸 让我自裁 别做梦了 灭血燃烧 万毒之天 燃烧精血 真是不要命了呀 不好 王阳势力 报仇到了天界后期 不过是垂死挣扎吧 父亲 灵力逆着 可激发全部血脉之力 好 成了 大长老 全力催动残阳火星招式 不用担心 是 小臣 杀我小妹 害我独灭 准备死也要拉你一起 为了一起私欲 害了两大家族命 无数人死伤 罪甘万死 狠心神奈 游戏 什么 我体内的魔器 怎么在飞快流失 就是现在 父亲 大长老 快冲冲击死魔 杨宰 小神圣 你可恶我 可恶我 没想到 会栽在 栽在一个黄毛小子手 手里 两位家主 竟然都死了 没想到赵臣一人就扭转了整个局势 完了 大事已去 这次是我们输了 亡羊 林峰已死 二人还不放下武器 立即投降 我 我们投降 留我们一定要上路吧 不要杀我们呀 这都是亡羊和林峰的主意呀 我们愿意跪涉火上火府 找了我们吧 我们终于赢了 这一切都是三公子的功劳案 从今以后我指认三公子回虎下侯府的少卓 可惜没有找到天魔的线索 终究是留下了一丝野腕啊 是谁 竟然趁我闭关之时杀了武二亡羊 我要将其碎尸万算 成儿 你发什么愣呢 此战过后 王家林家紧密 我们再无后顾之忧 你应该高兴啊 是啊 三公子 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哼 尽此以后 王家背后的天魔 也不敢正大光明的出现 应该能安全一半时间 好热呀 爹 我的身体快要被消化了 三公子 救我呀 成儿 大阵脑这是怎么回事 残阳神经 终于将在天内的东西引入出来 不过没事 我能搞定 大冯灵树 我体内的火器全部消失了 果然是的 帝国榜中排名第四十八的 玄冥帝国 玄冥帝国 师尊 这是什么东西 此乃天地神物 虽然略有残缺 但也能帮助炼断师大幅提升实力 今日我便把它赐予你的 上一世 我拥有天雁榜中排行帝国的十心天雁 不知这一世 是我还能变呢 不 师尊 这 这也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作为我的弟子 你的天赋太差了 这东西正好帮你改善天赋 你就收着吧 好热啊 玄冥帝国 你最好乖乖听话 祝我徒弟一臂之力 否则 我便让你烟消云散 我能控制玄冥帝火了 师尊对我这么好 我一定要帮他拿到洛神殿中的天机枝 好 既然此件事里 明日你便随我 前往皇城吧 承儿 皇城不比家中 万事小心啊 嗯 不会的 清言 我一定会找起药才救过你的 男人 速速将此信寄出去 是 赵臣 这次 我要让你有去无回 哇 这就是皇城啊 好雄壮的城墙 好了 以后有的是时间看 我们先进去吧 从前 我统治无数将云 这般大小的城市 怕只有数百万个 等等师尊 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 这是什么 这便是洛神殿里珍藏的天机枝 这天机枝珍贵无比 就算是殿住 都无法私自去除 你付出了什么代价 才拿到它呢 这个 您别管这天机枝 我怎么弄到的 反正已经拿出来了 您收拾就是 这才刚拜师 就没帮我放在眼里 你说不说 你不用问了 我来说 不好 他怎么来了 倘若新答应嫁给我 我这才让我爹 洛神殿的总殿主 把天机枝给了他 你怎么这么糊涂 马上将天机枝还回去 我想你都行 我自己会去去 师尊 这是我的命运 改变不了的 我是个孤儿 从小在洛神殿长大 本来我就是要嫁给总殿主儿子 从他看上我的那一刻起 就无法改变了 放屁 你是我的土地 没有人能左右你的命运 啊 师尊 大言不惨 赵晨 我知道你觉醒了先天神脉 但在我洛神殿面前还不够格 今天 我就是要带走唐若新 你能怎样 你可以 试试 听说最近猪肉又涨价了 你脖子上顶着这颗猪头 应该值不少钱吧 你说天使猪头 这小子是谁 竟然敢得罪皇城四大少之一的杨妃 杨妃凭借他爹的试炼 修杰了一帮打扫 在皇城内欺男霸女 谁惹上了谁倒霉啊 哎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是要懂大辈的呀 关照 这人敢骂本手是猪 跟我下 我要这小子跪在地上喊我爸 是 还真是自寻死路 你 太假了 怎么可能 你都全放倒了 开什么玩笑 现在 闻到你 你 你想要干什么 我爹可是洛神殿总殿主 得罪了我 你没好过的吃的 我劝你不要 打得好 我早就想做这个混蛋了 是个狠人哪 是最为了我 竟然连杨妃都打了 你 你竟然敢打我 从小到大 谁都没打过我 我要杀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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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是你 你找的小猪 都是巫女猪之中 扯爱的生物了 就 你还想打我 无敌主意啊 你配吗 你配啊 别打了 我错了 现在这个模样 他配你 啊 啊 我被毁容了 他也不会有美少女 喜欢我了 他在做什么梦啊 之前也不会有美少女 喜欢他好吗 他还是个孩子 大侠不要留守 一定不要放过他呀 他都好像一只猪啊 诶 诶 十字打得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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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臣 有种你别跑 我这就喊兄弟来 随你 我正好一并收拾 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这么闪了 死了 赵臣小二 你死定了 我兄弟来了 看你往哪里逃 逃 这个字 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字典里 我赵臣这一生 从不退缩 是谁 竟然欺负我兄弟 今天我 皇城四少之一的莫非 就要狠狠地教训他 敢欺负杨少 这次活得不耐还了 一起上 打死那个混蛋 就是那个混蛋 他叫赵臣 莫非 你可是天元国第一天才不天的弟弟 还打通了二十五道黄脉 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 放心吧 我已经是黄街大圆满 赵臣才修炼多长时间 他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这就是和我哥哥齐名的天才 正好趁机废了他 这莫非可不比那杨妃 他的实力在同龄人中算是天才了 这小子怕是要被干废了 啊 常人怎么会是皇城四少的对手呢 他们的背景太强了 打通了二十五道黄脉 很强吗 废力足够了 天独拳 我可是 已经打通了三十道黄脉 不 什么 我 我怎么会说 魔少居然被那小子一击住赶飞了 先天时脉的赵臣也太牛了 我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啊 上了也是送人头 我们还是快溜吧 杨少 我哥别二十的小侄子把我们家的狗羊生了 我得去接受 拜拜 杨少 我小意思还要回家喝大补汤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杨少 我我肚子疼 我肚子疼 要拉出来了 我的脚撤锁 混蛋 你们太不靠谱了吧 给我站住啊 这就是皇城四少的好照例吧 小够搞笑的呢 一群望风倒的墙头早罢了 杨妃居然指望他们来帮忙 真是蠢啊 主要还是赵臣太厉害了 他来了好 这皇城怕这要变天了 杨妃 你闹够了 你想干嘛 那些自愿 你 自愿解除和唐若新的婚约 杨迟 什么 让我解除婚约 你开什么玩笑 我杨妃今天 又算是被你打成猪头 糟了连我妈都认不说来 还不会写这个东西 好 没想到 你还挺有骨气啊 哥 这是我自愿和唐若新 借出婚约的字句 您看 早起不就完了 非得让自我 太好了 小心合着 里面还有天气质呢 时间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啊 去 做大药店看看吧 说不定 能找到我要的东西呢 赵臣 我一定要弄死你 跑遍皇城内的药店 都没有寒冰参 天龙悬连和星天古草啊 没事 慢慢来吧 所有药店 听到这三种药材都联盟数没有 总感觉 被人暗地里针对 给我滚出去 这 这是星天古草 李老头 你莫不是疯了 竟然敢拿一株狗尾巴草 来往炼丹师协会抽摇撞骗 张丹师明信 我这不是狗尾巴草 这是保护星天古草啊 我只是想用它换取一枚归元丹 救救我孙女 推 我可是三杰炼丹师 狗尾巴草和星天古草 我岂会分辨不出来啊 还想换归元丹 你当我傻吗 哎呀 这你老头真的疯了 为了给他孙女治病了 居然敢拿狗尾巴草 来欺骗章丹师 不过这张丹师 他怕是要倒大霉了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恶之处啊 冤枉啊 章丹师息怒 我这真是仙天古草 要不是你再仔细看看 说不定之前 你看错了呢 竟然敢质疑我的眼力 我看你是招打 谁敢打我 混账 混账 你是谁啊 竟然敢打我 不要命了吗 一个三杰炼丹师 居然连仙天古草都认不出来 天元国的炼丹协会 难道都是废物 这小子是不是活得不太烦了 竟然敢当众打张丹师 听这意思 他还认为张丹师的判断是错的 谁给他的勇气啊 他竟然还侮辱炼丹师协会 真是疯了 竟然敢侮辱炼丹师协会 你死定了 来人啊 卫兵在哪里啊 这位小哥多谢您出手帮我 但你还是快走吧 炼丹师协会你惹不起啊 为什么要走 难道你手中的不是仙天古草吗 一般炼丹师都认不出来的仙天古草 他居然认识 这老者背景不简单呢 当然是的 可我 炒什么炒 何人敢在我炼丹师协会门前闹事 会场大人 这小子把狗尾巴总说成仙天古草 招摇重天 还骂我们炼丹师协会都是废物 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但说我炼丹师协会都是废物 年轻人 你最好给我个理由 否则仅仅仅怕是走不了了 小小兴典 都怪我把你牵连了 师叔 敢打我 我要你死得很惨 仙天古草 虽然和狗尾巴草长得小心 但他的良金有七万 而狗尾巴草只有六万 这么简单都分辨不出来 难道你们炼丹师协会 还不够废物 这毛头小子一派胡言 这明明就是狗尾巴草 闭嘴 这小子说得没错 纳烛确实是先天古草 什 什么 会 会长 你是在开玩笑的吧 这 怎么可能 炼丹协会的会长 竟然赞同了这小子的看法 那岂不是说张丹师看走眼吗 这小子的眼力 比张丹师还要厉害 难道他也是炼丹师吗 你在质疑我 属下不敢 这属下眼镯没看出来 区区一句眼镯就完了 方策要不是我男生 李老伯都要被你打废了 是啊 怎么着也得给个说法吧 人家来卖宝物 你认不出来就算了 居然还要打人家 李老伯都多大年纪呢 你家中没有长辈吗 那你想怎样 跪下给李老伯道歉 天哪 这小子疯了不成 居然让一个尊贵炼丹师下跪道歉 张丹师做错了就应该道歉 我支持这位小哥 这小子有几分侠气 我很欣赏他 不可能 想让我下跪道歉 我死都不会 让你跪下道歉 你就快点跪 炼丹师协会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天谷草可是好东西 我得在李老头心里留下个好印象 才好让他把东西卖给我 快点下跪道歉啊 麻溜的别浪费时间 会长都开口了 你在等什么呢 活该 让你欺负了我家 会长 我 不用了 那我来帮你 我的腿 我该两才对你 做错就要认识 白打就要赞我 小子 你到底是谁 有本事报上名了 行不公明 做不成 姓 赵臣 他就是赵臣 与落天齐名的那个先天神魅天才 他居然来这儿了 这下皇城要热闹了 不仅天赋强大 而且知识渊博 眼力过人 人比人气死人哪 好 我张剑仁记住你了 咱们走着瞧 真是人如亲 见人一个 李老伯 之前的事情多有冒犯 请您别放在心上 这先天古草 你若是想卖的话 我炼丹师协会绝对回收 这老狐狸 果然是冲着先天古草来的 但我为了救活秦燕 一定要得到它 老朽只想救活孙女 若是求会长能将我孙女救活 别说这些年古草 就算是要劳求这条命 都可以 李老伯您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救活你孙女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去你家吧 李老伯 我也懂几分医术 能否也给我一个机会 谁能救活您孙女 这先天古草便给谁 想必邱会长 应该不会介意吧 这赵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呀 他以为他是谁呀 竟然敢和邱会长比 太年轻了 没吃过亏啊 这 我自然不会介意 一个黄街的年轻小子 医术能高到哪儿去 待会就让他见识 见识我的厉害 好 那就走吧 道兰 我孙女就在里面 他因病只能躺在床上 如此穷复的人家 既然能拿出先天古草 这里便一定有问题 我先进去了 你在外面等我 好的 世尊 世尊一定要赢啊 这种奇迹和波动 难道 他是那种体质 就会什么 这是我孙女小九 他就拜托你了 放心 我定会全力一致 如果我猜得不错 则病除了我外 无人能治 因为这根本不是病 而是那种逆天四肢 带来的副作用 酒脉尽碎 五脏衰竭 这 这病神仙难治啊 什么 我的小九啊 你怎么成了迷苦啊 刚逃出来就有 你老婆 这颗丹药 能为小九多严收两年 这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了 多谢邱会长 哪怕小九能多活一些日子 这些年古草 也归你了 邱会长还是厉害啊 这种重病都能强行续命 赵臣不是说会医术吗 怎么站在那里动也不动啊 我看他是无地自容了嘛 心里想着如何溜呢 那我就舔着老脸 收下这仙天古草了 等等 我有办法 能让小九痊愈 什么 说什么大话 邱会长都做不到的事情 他怎么可能做到 仗着有些天赋 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居然敢在邱会长面前大奉厥诀 也就是邱会长心怀宽广 不与他计较 换了别人 他坟头草 估计都三丈高了 赵臣 神明关天 你可不要惩一时之气啊 小兄弟 你真能救小九吗 邱会长 李老婆 你们 看好了 真酒之数 尽凭此怕是救不了小九吧 封门穴 天处穴 玄机穴 这 这怎么可能 左子雄厚的精神力 难道它 是三节炼丹师 最后一点 子宫穴 小九 李爷爷 我 我这是怎么了 小九 你终于醒了 居然真的治好了 此等天赋 实在惊人哪 李老婆 小九的病 已经没问题了 开什么玩笑 邱会长的 无法解决的病症 他竟然治好了 拥有先天神脉就算了 精神力还如此强大 天道不公啊 小兄弟 你的大恩大德 老朽莫持难忘 你救了小九 这心天古草 是你赢得的 太好了 这样 至少三种要走了 秦烟 我很快就能救你了 赵臣 我怪你天资聪慧 骨骼精气 乃是万里挑逸的炼丹天才 我欲说你为徒 你可愿意 兄会长 全言终身不舍徒弟 没想到就为赵臣打破了规矩 邱会长可是五届巅峰炼丹师呀 赵臣真是走了狗屎运啊 赵臣定然会答应啊 这可是一座大靠山啊 多谢邱会长的赏识 可是 我不需要 诸天万气 就没有人陪坐我们师父 什么 这傻子竟然拒绝成为邱会长的徒弟 轻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不要可以给我呀 他难道不知道 把邱会长为师 以为这什么吗 不需要 难道他 是了 如此年轻的炼丹七彩 加上那一手熟练的真酒之术 他的背后定有高人哪 也罢 既然你已经展现了不输三界炼丹师的精神力 赵臣 这块三星星牌 我便免除考核直接给你了 多谢邱会长 死子前途不可限量 现在得多拉拢他 邱会长 为什么他不用考核呀 会长 您也太偏心了 我不服 凭什么我们就得费尽巴拉的考核呀 你们谁若是在他这个年纪 就是三界炼丹师 也可免于考核 若是没有 都给我滚蛋 不管我的事 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多谢前辈仗义之言 前辈可知 天龙玄连 寒冰身哪里有 我需要用他们来炼丹救人 这些都是极其珍贵之物 可遇不可求啊 据我所知 天龙玄连在国内第一世家墨家手中 而那寒冰身 似乎藏于天罗学院之中 墨家 天罗学院 不管何等见限 我一定要得到他们 此件事了 我先离开了 往后若有什么事 你可以来找我 多谢邱会长 为在下解惑 若欣 我们也走吧 等等 我还有一事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另外 公子准备何时娶我 等等等等 我什么时候说要娶你了 博博 你这个姑娘是怎么回事 我师尊好心救了你 你还赖上他了 小姐 不 小儿 这小子来历不明 明知千金之趣 怎么能嫁给他呀 可是我爹地让我立过世 不管谁治好了我的病 我都得嫁给他呀 黄金号 我就是公子的人了 期望公子 要好好带我 不行 我师尊根本没说要娶你 你给我离他远一点 我又不是嫁给你 关你什么事 还是我师尊 当然关我的事 公子是你师尊 那你以后得喊我师母呢 我才不会喊你师母 你别做梦了 我看你是吃不到肥 说不到肝吧 你 你胡说什么 小九三子呀 不行 就不行 都给我闭嘴 女人哪 真是麻烦 小兄弟 九儿的病刚好 还需要休息 我就不留你们了 黎老伯 看你的言谈举止 并不像是九儿的爷爷 反而更像是仆人 最关键的是 九儿的天地灵体体质 绝非常日能够拥有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小兄弟 你很聪明 不过 聪明的人 往往都活不成就 哦 我倒是觉得 我的寿命很长呢 小姐的身份 绝对不能透露 你去 什么 林业 不要啊 给我回去 紧凭一根手指 便点碎了我的黑金匕首 这个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来路 林业住手 赵大哥他是好人 小姐 可是 赵大哥绝对和追杀 我们的人没有关系 他要是想害我的话 就不会救我了 我相信他 好吧 我听小姐的 赵大哥 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谁 但是你得帮我保守住这个秘密 放心 若欣啊 你先出去 走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听就不听 赵大哥 其实我是 没想到九儿 竟是天楼大陆三大家族之一 冷家的人 前世我的一个徒弟也姓朗 而且同样拥有天地灵地 这两者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算了 现在想不出个头绪 当务之急 还是先提升实力 太古神文 你 昨夜 终于将第二道太古神文汇制出来了 若欣的我 就算不依靠吞噬神脉 也可以夸击而战 师尊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去天罗学院 打听寒冰生的相 这就是天罗学院吗 好多人啊 顺便去看看我的好兄弟苏琪 也不知道 他在天罗学院过得如何 小飞 王八蛋 放开我 小飞 这杨飞居然在我天罗学院的大门口 护打我们天罗学院的学生 也太嚣张了吧 您先别冲动 他父亲是洛神殿总殿主 我们惹不起 还是去喊导师来吧 可恶 我好想上去揍他一顿呢 苏欣 我不妨告诉你 今天我就是特地来找你的 我打听到你和赵臣是罢小 你若是愿意帮我对付赵臣 我可以放过你 若是不愿意 今天我就废了你 滚 想让我帮你对付陈哥 别做梦了 敬酒不吃吃罚酒 给老子打 哼哼地打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连本兽的要求也敢拒绝 暴苏气 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杨飞 这里是天罗学院的地盘 谁允许你再次嚣张的 一群小鞭子 要敢关我的事 别说他们就拜托你了 是 少爷 好强的力量 鞭马也是地监武者了 若是玄尖武者 我们凭借人数有时还不怕 但地监武者完全能碾药我们呀 苏气 没人能救得了你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到底帮不帮我 帮 小飞 神哥会为我报仇的 你就等着瞧吧 不识抬直的动静 给我废了它 你去 去死了 坐手 神哥 赵晨 非 将其弱的兄弟 为赵晨再次立誓 被娶你狗命 赵晨 我还没去找你 你就让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 可以说 之前就是这家伙逗的王 你一定要帮我弄死他 放心吧 少爷 区区黄杰武者 我一只手就能捏死他 晨哥 都是我连累了你 你快走呀 那个人是地界武者 你会被他打死的 打死我 他没有这个胆子 狂妄 你以为你是谁 就让你知道 得罪洛神殿的下场 赵晨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不 不 陈哥 你快躲开呀 这 这怎么可能 不 我是炼丹师协会认可的三次炼丹师 你敢动我 炼丹师协会 必会追杀你至此 赵晨竟然还是三点炼丹师 炼丹师协会可都是一群老顽固 极其互短 就算杨妃有洛神殿护着 敢动赵晨的话 也讨不了好 你拥有先天神脉 又是三界炼丹师 简直就是小说主角的待遇啊 你 你什么时候成了三界炼丹师 不好意思啊 刚刚拿到的 算你印象好 黑叔 今天先放他一马 好的 好的 在皇城嚣张无比的杨妃 居然罕见那吃扁了 赵晨是个狠人哪 这都是杨妃主动要事 赵晨只是被迫反击 我觉得他没错 何人敢在我天罗学院门前闹事 活腻了不成 曹老师 天气强者 看来此人在天罗学院内地位不低 如果他能帮我寻找韩冰深的话 曹老师 不得与苏气正常切磋 细料这赵晨没事找事 还以念丹师的身份威胁我等 我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求曹老师做主啊 这 这杨妃也太无耻了吧 简直是一派胡言 黑的都能被她说成白的了 小声点吧 这也先让我们动头最不起 还是静观其面吧 曹老师 不是这样的 明明是杨妃他们要对我下死手 晨哥是为了救我 曹老师 你就是赵晨 没错 是我 你可知道对我天罗学院的人是什么下场 我不知道什么下场 我只知道天罗学院是非不分 黑白不明 大胆 这就是天界强者的知识吗 太恐怖了 被余波拨击斗 我都已经快承受不住了 赵晨河去惹怒苍老师啊 这下他烦了 赵晨你死定了 有天罗学院承邀 赵晨老师可不会记得你背后炼丹师协会 赵晨老师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要折罚就折罚我吧 可乘客无关 苏系 不必如此 你没有做出任何事情 何来惩罚之说 这苍老师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愤怒无弊 当我却没有感觉到蛇医 他应该不会出手 无愧是我看上的人 赵晨 你拜我为师吧 我愿将毕生所觉教给你 让你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这 这是什么情况 苍老师前一秒还杀气腾腾 下一秒怎么就要收赵晨为徒了 啊 难道 苍老师得知了赵晨是心情神吗 起了爱才之心 想要为其开脱啊 苍老师 你这是要不必赵晨吗 他藐视天龙全院 你绝不能放过他呀 闭嘴 我怎么做事还轮不到你来管 早已有人通知我这里发生了何事 你竟然还敢蒙骗我 真当我是傻子吗 什么 你都知道了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苍老师 请我解释啊 苍老师 请问杨妃残害重温 该当何罪 能由受害者报复回来 他不可关上 苏细 你来职主的用 万倍约一代 不要 打你欺欺我兄弟 这 把你犯灵逆灵 打你这不太丑了 赵晨 你等着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有人现眼的东西 还不快滚 走 赵晨打得好 太洁气了 这 杨妃还想诬陷赵晨 没想到苍老师明察秋毫 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没想到赵晨被学院内的顶级高手 苍老师看着你 这下 他真的是前途无量 小子 事情我都帮你解决了 你是不是该拜我为师了 苍老师 你想要我做你徒弟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你要先收苏细为徒 我不会久待天罗学院之中 为了防止苏细遭到报复和欺负 我得帮他找个靠山 淳哥 我不够是玄体神脉 天赋低危 苍老师不会看得上我的 这么好的机会 还是留给你自己吧 这赵晨到底怎么想的 苍老师要收他为徒 是多大的运的 他居然还敢提条件 赵晨怎么说 也是天元国维尔的先天神脉 想收他为徒的多了去了 我倒觉得不过分 说说话 赵晨这么做有些不识抬句 苍老师 您意下如何 嗯 好 苏细 今日我就正式收你为弟子 啊 真 真的使我为徒了 苏细 还愣着做事 快拜见你师尊啊 啊 是 师尊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嗯 起来吧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苍萌的弟子 只要我在一天天罗学院之中 就没人敢欺负你 苏细 苏细有了苍老师做靠山 以后可以在天罗学院横着走了 这苏细运气太好了 有这么个大哥帮他 至少能让他少奋斗十年呢 哎呀赵大哥 你还收小弟吗 我会做饭混暖床 可颜可甜 精通女装技能 你就收了我吧 收了我 收了我 既然已经办事完毕 那我们进天罗学院吧 啊 好 苏老师 咱们进学院吧 等等 说好的你拜我为师呢 我进了天罗学院后 你不就是我的老师了吗 这也没什么区别 您说对吧 放屁 这区别大了去了 我不管 你必须得做我徒弟 这杨妃三番五次找我的麻烦 还想用我的兄弟威胁我呢 今晚我就送他下地狱 不过首先 得找到杨妃在哪里 这个东西 正好派上用场了 这是什么东西 哪儿来的纸团 上面好像有字 打开看看 这 这不是少主的退婚契约吗 这个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立刻去通知少主 你们继续巡逻 很好 月儿上钩了 少主 属下有事求见 你这没眼力见的 没看到本少爷在忙吗 走死是不是 少主恕罪 属下在府中发现了这个 啊 退婚契约 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赵臣那混蛋 混进我杨府了 被你猜中 谁 赵 赵臣 杨妃 杨妃 你的死期到了 别 别过来 闭嘴 杨妃 你自以为是洛神殿总殿主的儿子 就能飞扬把握 把他人的性命 当成儿戏一般玩耍了是吗 赵臣 我错了 帮帮我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你所拥有的一切东西 在我开来都可笑无比 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只有我的家人 兄弟 他们就是我的逆营 犯我逆营者 必杀之 杨妃 死 杨少 你怎么还不过来啊 人家都等不及了 杨少 你再不来 人家都要睡着了 啊 这 天哪 啊 来人啊 救命啊 杨少被人杀了 什么 杨少出事了 快去看看 立即封锁杨府 搜寻可疑之人 有意思 连洛神殿总殿处的儿子都敢杀 查清楚了吗 我二杨妃到底谁杀的 我们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杨少出去一会儿就死了 不关我们的事啊 家 家主啊 下属从几个侍卫口中得知 之前在府内 曾发现赵臣逼杨少写下的退婚起约 因此看来 赵臣的嫌疑应该最大 但 但也不能排除是其他人报复 毕竟杨少得罪过的人不少 宁杀错不放过 传我令下去 立即派兵去诛杀所有曾经和菲尔有过恩怨之人 是 至于那赵臣 我会亲自带人去抓 无论是谁杀了我儿 我一定要他偿命 我信 你将这两封信 分别交给天罗学院的苍萌 和炼丹士协会的邱凯生 随后 你便待在炼丹士协会内 记住 不要出去一步 皇城内接下来 可能会有大乱发生 世尊 出了什么事吗 会不会波及到你 我杀了杨妃 什么 世尊 您 您杀了杨妃 那杨日天肯定疯了 他定然不会放过你啊 你放心吧 按我说的做 我会出事 是 我现在就去 如此一来 便妥当 纵然我不怕洛神殿 但接下来 我还得为秦也寻找药材 不能离开皇城 先让那杨日天 多蹦打一阵子吧 不过让开 奉殿主之命 请拿谋害殿主之子的贼人 敢有人阻挡 杀无赦 什么 洛神殿总殿主的儿子被人杀了 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唯一的儿子被杀 杨日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皇城要大乱了 皇帝看在殿主的面子上 估计会让其发泄一阵 看来又有不少人要死了 皇帝看来又要杀了 皇帝看来又要造人 没错 富富所 皇帝看来又要是 你 他应该就出来了吧 住手 草盟 你为何拦我 苏妾是我弟子 你们竟敢对他杀手 真当我不存在吗 你 罢了 草盟 咱们走着瞧 我实力不如草盟墙 现在又处于天罗学院之内 没有优势 还是献彻的好 诚哥 你可先往不要出事啊 不用担心赵晨那小子 他厨艺多得很呢 杨殿主 你带这么多人来我这里 是什么意思 求会长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 赵晨在不在你们这里 他杀了我而杨妃 我要他死 杨殿主 你可真是越来越会说笑了 那赵晨不过才是黄街巅峰武者 他是如何潜入保卫森严的杨府 找到杨妃杀了他后又从中离开呢 这 我不管 只要我怀疑他 他就得死 不只是他 跟菲尔有矛盾的人全都得死 那杨殿主还是去别处寻吧 赵晨并不在我这里 赵晨不在 那我要带走他 我 贱人 这一切都因你而起 听闻你还是赵晨的徒弟 正好将你带回去为我而殉葬 杨日天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唐若新是我炼丹师协会的人 你敢动他一个试试 藏蒙当我 你也当我 朕当我是阮氏子 谁人都可以容孽吗 中卫兵听令 你我抓住唐若新 死活不论 当我这杀无赦 是 来人 挡住他们 竟敢在我炼丹师协会撒野 是 杀 杀 哟 这里还挺热闹的 赵晨 赵晨 至尊 混账 杨殿主 听说你为了找我闹得满城风雨 不知是有何事啊 赵晨 你杀我而杨妃 竟然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哦 杨殿主你说我杀了杨妃 请问 你有证据吗 不需要证据 我觉得你是你就是 来人 立即擒拿赵晨 他敢反抗的话 就地格杀 是 杨日天 你当我不存在吗 今日我若是让你杀了赵晨 那我这个会长也不用干了 给我拦住他们 是 赵晨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杨日天 你杀不了我的 狂妄之徒 我看你拿什么 打我这鬼影爪 我来等 还好挡住了 什么 他居然露了一个 神尊 神尊快闪开啊 赵晨 这次我看你怎么躲 去死吧 胡植 是谁 居然敢坏我的好事 我腻了不成 杨天主好大的火气啊 人家都被你吓死了呢 童地 你就放心吧 我们来了 杨日天的老小子 不敢对你怎么样 燕青霞 怎么是你 这是我和赵晨之间的恩怨 你们天罗学院 为何过来插手 奇怪 我明明只让唐若新 通知了苍我 这燕青霞 我根本不认识 他为什么会帮我 赵晨可是我 天罗学院的学生 你要杀他 问过我了吗 天罗学院有那么多的学生 你为何偏偏要保赵晨 我看你就是在针对我 我就是针对你又如何 杨日天 这皇城什么时候 轮到你们洛神殿做主了 简而言之 赵晨我们保了 你要是不服 就过来打一场 别在那里像个女人 一样叽叽歪歪的 只会放嘴炮 赵晨是我们 炼丹师协会的人 你想杀他 就是与我们为敌 可恶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势力 站在赵晨那边 怪不得赵晨一点都不慌 原来他有天罗学院 和炼丹师协会 作为后盾了 天罗学院和炼丹师协会 加在一起 杨日天的洛神殿 可抵挡不住 杨日天这次算是灾了 赵晨不是他能动的人啊 赵晨 算你运气好 咱们走着瞧 等等 杨日天 你在我们炼丹师协会 肆意打杂一番后 还想一走两只 那你想怎样 我们这儿的桌子 可是由千年金丝南木所值 珍贵无比 那椅子 则是取自于万年菩提树的树心 有静心凝气的作用 这地上的茶碗 更不用说了 那可是千万年前 一统三界的五帝曾用之物 那价值 无法估量啊 这些东西这么值钱吗 我咋不知道 这小子 心可真黑呀 哇 这些东西居然这么珍贵 炼丹师协会真是财大气粗啊 看在你是洛神殿总店主的面子上 我就给你打个十一招 这些东西 你一共赔个十万两就可以了 这些破烂要十万两 你怎么不去抢 第二天 你说对了 今天我就是要抢你 赵晨 你别欺人太甚 我可是洛神殿总店主 皇城里排得上好的大人物 想饿我的钱 你可真是 你说什么 打坏了东西还不赔钱 这不好吧 堂堂洛神殿总店主 居然想赖账 找 找对人了 这是十万两银票 希望能够赔偿炼丹师协会的损失 请插收 洛神殿果然财大其措 欢迎下次继续来炼丹师协会玩 哎 我们前不久啊 刚进了一批万年无铜木制成的板凳 不用了 告辞 马上被重金去三皇子府上 请他出手击杀赵晨 谁 赵晨 别以为有天罗学院和炼丹协会保你 我就没办法了 你必须得死 邱会长 多谢您的仗义出手 这是晚辈准备的一点小小谢礼 请您收下 不用如此 维护协会内杰出成员 这本就是我应该做 等等 这是上古丹方 前辈 这是我最幸福的一个真误 不过上古丹方珍贵一场 最后不要对外生长 你说得对 那什么 我忽然有所感悟 要闭关一段时间 赵晨想要用协会内的什么东西 都有他 这燕青霞身为天罗学院副院长 居然会主动帮我 他到底是何用意 燕副院长 苍老师 这次多谢了 可谈话不用说了 我这次帮你 是要你之后帮我做一件事情 只要你答应 我保证 杨日天今后不敢再找你的麻烦 否则的话 对不起 我拒绝 我只遵从我的本心做事 没有人能够命令我 什么 赵晨听都不听是什么事情 就直接拒绝了燕副院长 这也太目中无人了吧 方才燕副院长可是帮了赵晨大忙啊 他这就翻脸不认人了呀 我倒是觉得 燕副院长这么做 有些闲徒暴的感觉了 如果他要赵晨去自杀 赵晨也要答应吗 有意思 你是第一个敢拒绝我的男人 小子 你疯了呀 这个女人发起疯来 连我都不敢惹 好歹她刚刚还帮了你 你要不再考虑一下 不用了 欠你的人情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换 混账 我都要看看你有什么底气 敢和我这么说话 换青铜 这是我的精神理念 在这里 我就是女王 你抵抗不了我的命 真是不知死 这 这是什么 你的体内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东西 扣任 不要过来 燕副院长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 他体内那个虚影看我一眼 感觉就要死了 这次就算了 下次 你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这个燕青虾 应该就是我杀杨妃那碗魁师傅的人 不过 他以为身躯一通 就敢侵入我的精神高见 真是招死 等下 你又要作甚 我 我知道寒冰参的下落 我听说你正在找他 寒冰参 在哪里 天罗学院后山 死亡境地 黄杰总共四十九道荒漫 我已经打通了四十五道 还差四道 我就能超越上一世 获得完美级别的荒漫 昨天得到了寒冰参的消息 是时候去天罗学院一趟 你 殿下 乖 殿下 杨仁天送来大量财物 希望能借由您之手 击杀赵臣 赵臣 这个名字听着好熟悉啊 对了 之前萧妃姑姑不是来信让我帮弄死她来什么 如此正好 一举两格 那小子才黄杰对吧 随便找个玄机的家伙去杀了她吧 是 属下明白 这不是赵臣吗 前几天洛神殿大肆追捕她 现在看来她似乎按然无恙啊 听说是副院长和炼丹协会会长一起力保她 她才能没事 没想到这赵臣还有如此背景啊 羡慕死我了 陈哥 你没事太好了 听说洛神殿在追捕你 我都担心死了 放心吧 一场误会而已 现在没事了 陈哥 马上上课了 我们边走边聊吧 好 我也正好有些事情要问你 站住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讲过此路 哪儿来的山子 这是天罗学院 又不是什么深山老 创什么山贼呢 少前 刚才那位可是你的学长 你竟然将其打伤 看来今天我要教教你 什么是规矩 什么狗屁规矩 你是谁派来的 要打就打 何必找借口 更爽快 小子 只能怪你运气不好 三皇子要你的命 在天罗学院之中 三皇子就是学生中的老大 谁都无法忤逆他的命令 可怜的家伙 刚入学不久 就被三皇子盯上了 哼 别以为自己有先天神脉 就了不起了 这么多年来 三皇子收拾的天子 都快铺满天罗学院的大门口了 陈哥 这周天是玄阶中期 而且已经打通了十二条悬脉 实力强劲 我挡住他们 你去找苍老师帮忙 不必 玄阶中期而已 我正好拿他试试手 黄望 今日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境界差距 汪老虎 马王天 汪鱼病 什么 这不可能 连我一拳都接不下 这三皇子的手下 未免也太废话了 一拳就秒了周老大 什么玩笑 明明相差一个大境界 为什么周老大 却被赵臣干废了 难道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吧 我们之前干废的 只不过是垃圾 赢了 我大哥赢了 陈哥厉害 你们回去告诉 那个什么三皇子 下次 让他自己来 派这些垃圾过来 就是给我送经验的 你跟我们等着 三皇子不会放过你的 我们还会回来的 手下这么些臭雨当下 那三皇子 哭起也好不到哪去 陈哥 上课时间马上到了 我们要迟到了呀 就算迟到了 你也没有必要 如此害怕吧 陈哥 你有所不知 这家课的老师 是母老虎萧李二啊 迟到的后果 可是很恐怖的 到底是谁 居然敢在我的课上迟到 他们是不想在天罗学院混了吧 把 露哥 你们还舍得来啊 对不起 萧老师 我保证 下次足够不会迟到了 陈哥 你快道歉啊 这小李要来头不想 她是天元国皇帝的女儿 为她脾气非常大 得罪她就完蛋了 皇帝的女儿 却在天罗学院教书 加上那个三皇子也在 这个学院有点意思 少跟我废话 你们两个将阵法论抄写五十遍 明天给我 抄五十遍阵法论 手帕不是都要抄断了 活该 明明知道萧老师脾气大 还敢迟到 以萧老师的身份来说 谁来求情都没用 就算赵成有背景 也逃不掉这顿惩罚了 五十遍 萧老师 这也太多了吧 阵法论 这本书好熟悉 四五十 六十遍 我输了 等等 萧老师 我有话要说 你想说什么 不要以为你有后台 就能逃过我的惩罚 老娘谁的面子都不卖 不 萧老师你误会 我是想问 如果我能将这本 阵法论全文背诵出来 那我们二人 是否不用再抄课文了 他居然说能背诵 阵法论全文 笑死我了 一天阵法课都没上过的人 居然要背诵课文 哪来的勇气啊 你要是能背出阵法论 以后我的课 你就不用来了 我给你满分 不过 要是背不出来的话 我随你处置 绝无愿意 成交 诚哥 你真能背诵出 阵法论的全文吗 那可是有十几万字呢 大不了 我来帮你招下课文 一会儿要真实背不出来 母老虎萧莉儿 一定会趁机整死你的 你还不相信我 这阵法论 不过是我上一世 闲乡诗随便写的东西吧 没想到在此 居然变成了学生们的教材 其中内容 我自然是牢记于心的 大哥说的话 我是自然相信的 也罢 今日 我们也做一回武松 和那母老虎拼了 你这家伙 喂 你准备好了没啊 别偷延时间啊 快点背啊 阵法论一共八千五百三十六条 统计三万多种阵法知识 其中背错了 或者背少了一个字 我可都不算你过 萧老师的要求 也太变态了吧 就算打开阵法论 照着上面的字去念 也不能保证每一个字都不读错呀 这简直是地狱难度啊 没有任何学念 赵臣绝对输定了 不行 萧老师 您这完全是吹毛求疵啊 十几万字的阵法论全文背诵 一个字不错 一个字不少 这完全不是人能做到的事情 就如你所说 啥 疯了 真是疯了 我看赵臣这已经是自暴自弃了 可怜的孩子 这怕是已经对萧莉尔 给刺激到失去理智了吧 大哥 三四呀 这 这对萧莉尔 分明就是公然给你使绊子呀 你就且看着他 如何带你躺赢的 江老师 听好了 放心吧 我会疑似不漏地听着 阵法共有三大要素 阵图 阵心 以及最重要的阵灵 只有产生阵灵的阵法 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阵法 赵臣真的开始背了 前面居然全对了呢 有希望啊 这才刚开始 我打赌他背不到三分钟就得停 这才刚开始 好戏还在后面呢 居然还在背 这都快几万字了吧 而且一个字不错 一个字不少 太牛了 简直是学霸级别的存在呀 大哥厉害 大哥加油 他还在背 他还在背 整本书都快别都背完了呀 不过现在 他的正确率还是百分之百呀 他到底还是不是人呢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怎么会没有错误 此乃无知阵法心得 后人可好好研究 萧老师 我已经背完了阵法盾 您看 是不是可以兑现承诺了 耶 成哥万岁 成哥五点 我服了 我真的服了 赵臣简直就是天才中的天才 赵臣 永远的神 从这以后考试 再也不用拜什么考神了 直接拜赵臣就完事了 一堂阵法课都没上过 就能将阵法论通天背下来 这已经不是天才了 简直就是生而知之啊 鸡操无路 等等 错了 赵臣 我终于发现你有一处被错了 我错 这不可能 这本书是我写的 错不错我能不知道吗 赵臣 你给我看好了 你方才居然说 没有阵灵 仅靠阵图和阵心 也能构成阵法 可是书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载 书上真的没有记载这段啊 百匿一说啊 没想到赵臣还是背错了 太可惜了 赵臣已经狠了 是背错了这么点 希望萧老师能手下留情啊 我没错 是这阵法论 遗失了部分内容 看来锁隔时间太久 当年无际的阵法论流传下来 已经有所遗失 哼 赵臣 你是说不起吗 居然说我们的教材记载缺失 那你倒是说说看 没有阵灵 仅靠阵图和阵心 到底如何能构成阵法 如同阵心 阵灵 阵图 类比成人身上的器官 那它们就类似于人身上的心脏 灵魂和骨架 可是如果一个人 有两个心脏 可是人没有灵魂 还算是人吗 肖老师 你着相 我只是比喻 阵法毕竟是死物 怎么使用 还是取决于人 取决于人 人 两个心脏 两个阵心 诶 春哥 你去哪儿啊 我去别的地方逛逛 这阵法课 不上你了 赵臣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听不懂 但是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连萧老师都被他给阵住了 看来最后 还是赵臣赢了呀 我明白了 人若是有两个心脏 便代表两条命 阵法若是拥有两个阵心 便足以用一个阵心 来代替失去的阵灵 赵臣 你简直是个天才 赵臣人呢 诶 诶 春哥刚刚走的 赵臣 你给我回来 我们继续探讨阵法 阵青下说 寒冰身在学院的后山之中 但我刚才问了几个学生 他们一听我问后山 都面独去死地离开了 看来这里边 别有隐情啊 这是邱海生的传心 他让我去炼丹师协会一趟 说是有事者 难道是杨日天 又打上门了 不对 这信上的气息 不是邱海生的 有意思 我倒要看看 谁敢算酒 蓝灵丹 那可是六节丹药啊 刁丝不是五节炼丹师吗 他是怎么做到的 而且丹药上有三朵云纹 这已经是上品丹药了呀 邱会长已经是我们协会内 最强的炼丹师了 可他也才五节呀 收 邱海生 我这六节圆灵丹 可是火针价石的吧 你可福气 得亏我花了大价钱 弄到了能大幅提升精神力的密钥 才炼出这圆灵丹来 等我当上会长之后 一定要好好地搜刮一番 补偿回来 我 我不如你 我认输 邱海生 既然你输给了我师父雕丝 那么根据协会 能者居之的骨训 这会长之位 可就是我师父的了 没错 很好 我以协会会者的身份下令 从今以后 协会成员每年都要找那一千金币的会费 并且会员所售卖的丹药 协会都要抽取一成费用 什么 一千金币的会费 你这是赤裸裸地压榨我们呀 我不同意 自未来协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规定 比起了我们 大不了就退出炼丹师协会 谁不同意 立即逐出协会 协会内的药材和丹炉 一律禁止其使用 并且我会通知天元国所有商铺 禁止与其交易 可恶 这是要逼我们就范了 就没有办法能阻止他吗 谁让他的炼丹术最强呢 我不同意 什么 你这种卑劣小人 也配当炼丹师协会的会长 大胆 哪来的小子 竟敢挑衅我 我如今可是炼丹师协会会长 信不信我直接将你逐出炼丹师协会 愚蠢 挑衅我的后果 是你无法承受的 赵臣 你终于来了 不枉我煞费苦心 编了一条假的传信给你 之前你害得我在众目睽睽之下 脸面丢计 今天我就要全部逃回来 师父 赵臣和洛神殿店主有仇 只要您将他逐出炼丹师协会 绝对能从杨日天那儿获得不少好处 嗯 不错 子子刚刚 竟然敢对身为会长的我不敬 确实该逐出协会 混账 吊丹师你够了 就算你是会长 也不能如此胡作非为 无妨 既然协会的古训是能者俱之 那我若是炼丹之术赢过了吊丝 他就可以捆蛋了 赢过我 赵臣你不过是一介小小三间炼丹师 居然想赢过练出六间圆灵丹的我 别透我笑了 赵臣 你怕不是失先疯了吧 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 一群井底之蛙 今天我就让你等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炼丹术 赵臣这是要与雕丝比试炼丹之术 开什么玩笑 这不是送人头吗 雕丝可是能够炼出六间圆灵丹的人呢 连邱会长都比不过他 赵臣哪来的勇气啊 我看赵臣是自知没有后路 打算拼死一搏了吧 赵臣 你还是放弃吧 你虽然天赋高强 未来可惜 但如今是不可能比得过雕丝的呀 放心吧 魏城 你只需借我一份炼制圆灵丹的材料 不会等拼救的 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了 好吧 赵臣 你既然知道自己花不了多少时间 就会将药材炼废 还不如下来跪在我们面前哀求其声 说不定我师父会大发慈悲 让你在协会那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呢 这个提议不错 盛大狗眼看好 该跪下的人是你们 这 这是四项变天炉中封城的灵像 他们竟然苏醒了 自从天原国炼丹师协会的首届会长逝世之后 千百年间再无人能够唤醒过他们了呀 难道赵臣真的能赢过雕丝吗 明月 我知道你是受到十八神子的胁迫 才成为他的侍从 今时我就图了此人 还你自由 明月 来我这里 有我在 我不会再让十八神子这种无耻之人伤害你 冰太子 请自重 再敢侮辱主人 别怪我不客气 什么 赤儿 这女娃娃明显不喜欢你了 别做无为的付出了 我萧茗玉 此生是十八神子的人 十八神子永远是我的主人 可恶 请说 不可饶恕 当着越伦神朝国主的面 秀公主竟然如此说 这是在打国主的脸啊 小明月 别忘了你是越伦神朝的公主 任人做主 这种无耻的话你也说得出来 我命令你 来本国主这边 可笑 冲我太阴亡体的时候 你可当我是公主 从今以后 越伦神朝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可恶 小明月 你以为十八神子可以做你的靠山 你就攀上一棵大树了 抱歉 我就是这么以为的 你能奈我何 本身子也是这么认为的 谷主 你能奈我何 灵太子 既然你喜欢萧明月 她就赐给你 今日你能带走她 她就是你的了 行事 明月肯定是我的 十八神子 开放 你还不够格 你什么意思 我非不敢接受本太子的挑战 今日 想要挑战我 妄图与我为敌的 你们可以一起上 十八神子竟然要独占拘手 七灵少主 神皇天女 叶天灵太子 我不是在针对你们几人 我是在针对所有人 在座要想对我出手的 都是垃圾 本身子一人 下我们所有 霸气 十八神子 不愧东方第一幅 死因一出 不管建国如何 都令人佩服 我人当如十八神子 这才是真英雄 秦叔 太狂了 还当本太子是任你图虐的存在吗 灵太子的气势好强 完全不似以前 毕竟是龙象骨骼太子 有骨骼底蕴在 灵太子自然崛起相对简单 这难道是龙象老祖气息 如果真是这样 灵太子看来得到了一份大机缘 是把神子遇到劲敌了 现在的话 你高攀不起 更惹不起 你的肉身之力似乎有些特别 不过 神仍然是 八七 什么 什么 竟然败得如此干脆 十八神子如此年岁 竟然强大如此 这堪逼古代的大帝亲子了吗 太恐怖了 十八神子不过临近就位 但一朝一世 只能仙神一般的感觉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强到这种程度 你还是小看此子了 老祖我的见识来看 此子处处透露着诡异 恐怕无论功法 肉身 神魂机缘 都是万中无异 无死角的强 我一定要灭了他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老祖帮我 罢了 老祖我就施展密法 助你快速支撑肉身之力 直接一力破万法 灭了他 本神子说过 让你们一起上 林太子 你一人不够看 甚至都调动不了 本神子的兴趣 他变得更强了 可恶 我以为我已经进步得足够强 原来他进步得更快 十八神子确实不简单 不过 仍然比不上我哥雁凡 我哥已被封弟子 注定这一世成为大帝 请说 别得意 接下来本太子向你展现我最强的一面 有些意思 肉身之力更强了 而且是快速翻着背的变强 这灵太子身上有秘密 似乎有提升肉身之力的特殊方法 这正是我需要的 不用其他人 我依人担念你足矣 至少五十龙的肉身之力 果然是龙响老祖 情书小儿 当年的一尊准地对你暗中出手 却未成功 这次看你还能如何 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来人 向赵臣抓住 轻手将其四肢打断 长 这是什么意义 赵臣不过是一个小小炼丹师 你想因为他与我这个三皇子为敌吗 三皇子殿下搞错了一件事 赵臣可不是一个小小的炼丹师 他是我炼丹师协会的名誉会长 谁想动他 那就是与我炼丹师协会为敌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 开什么玩笑 这小子才多大啊 就成了炼丹师协会的名誉会长 太牛了吧 不 如果邱会长说的是真的 那以赵臣的身份 整个皇城就没有几个人敢明面上动他了 四炼丹师协会大神以来 从未有过如此年轻的名誉会长 会不会是邱会长为了维护赵臣故意这么说的呀 邱会长 如果你是为了绑下赵臣故意编造这么一个谎言 后果可是你担待不起的 谎言 你可以问问我身后的众位炼丹师 是真是假 赵丹师是我们练丹师协会名正言顺的名誉会长 我们大家都服他 对 赵丹师帮我等度过一劫 由此恩情在 谁若是与他为敌 那就是与我们所有人为敌 管你是什么狗屁皇子 你要是敢对赵丹师下手 从此以后 别想在天元国内买到一颗丹药 可 这赵人 怎么会在练丹师协会里的影响力如此之大 看来今日是逃不了好了 三皇子殿下 你不是让士兵抓住我吗 怎么还不动手 这 怎么办 还抓不抓 你打个屁呀 你想死自己去 别连累我们 我们走 等等 我好歹也是练丹师协会的名誉会长 你们想抓就抓 想走就走 未免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那你想怎样 道歉 而且这个周天居然敢污蔑了 他必须得付出代价 道歉 必须要道歉 敢污蔑我们名誉会长 为了这个周天 丹丹师协会的尊严不容其犯 好 赵丹师 你可不得可 周天归你了 咱们走着瞧 不要 你再救我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不能这样 你想去哪儿 让我一命 我把小白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你 好歹 我需要 小心必杀 这个赵臣下手好果断啊 周天这家伙狗障人事 污蔑赵臣在先 死了也活该 我算是明白了 得罪赵臣的家伙都没有好下场 连三皇子都吃了这么大的亏 此次惹不起啊 多谢诸位方才声援 赵臣定然铭记于心 赵丹师严重了 你对我们连难事协会有大恩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求会答说的没错 能帮上您的忙 是我们的荣幸啊 只要您一生命下 我们立即就到 既然此件事了 那我就先回学院了 赵丹师 那肖凡性格狭隘 雅兹必报 这次他吃了大亏 绝对会报复您的 天罗学院之内 我等不好介入 您不如还是留在协会内吗 学院内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必须回去 如果他要报复我 让他来救世 我又何惧之 但是 如果您出了什么事 凭上这条老命 也会为您报仇的 赵丹 你竟敢如此如我 我一定要让你死 殿下 我有一计 可除赵丹 那赵丹现在有 炼丹师协会做破 本皇子都不好 明面上对付他 你有何良策 殿下 那赵丹的大哥 赵傲刚从外面历练回来 想必他会很愿意 除掉自己这个天才弟弟 而且这是虎孝侯府的家务事 其他人也不好插手 是啊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你立即去找赵 并且连罗学院内我们的关系 将与赵丹交好的苍蟒 调出去 赵丹 这次 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诚哥 诚哥 不好了 你快离开天罗学院 有人要害你 怎么了 谁要害我 我得到消息 萧凡和赵傲密谋要杀你 赵傲正在赶来的路上 而且与你交好的苍蟒 正好被调离学院之星任务 对方布下了天罗帝王 你还是离开学院 暂且出去避一避好 是啊 诚哥 那赵傲 已经是玄间高品舞者 你不是他的对手啊 还是出去躲一躲得好 躲 为什么要躲 不就是赵傲吗 我早就想会一会他 记忆中 这个赵傲曾活同赵丹 长时间奇妖 并且还多次出言侮辱我的母亲 此次该死 赵臣 我不思辛苦打谈消息来通知你 就是不想看到一个天才灵阵师 在我面前陨落 你快和我走 赵老师的好意 我心里了 你 但是那赵傲 我并不放在你 赵臣 你好大的口气 不好 来了吗 亲爱的弟弟 我们终于 又见面了 正好 灰意等你多时了 陈哥你快走 我帮你挡住他 我正在和我亲爱的弟弟 交流感情呢 你算什么人情 竟敢打断我们 老死不成 这是什么火焰 火快 小心 退后 好 好可怕的火焰 苏气 你先退下 这是我们虎孝侯府的家务室 你不必插手 是 好 陈哥你先我小心 现在的我还是太弱了 我一定要努力修炼 为陈哥分忧 不错了 居然能挡下我的大日炎阳宴 看来你终于不是废物 作为你的大哥 我很欣慰啊 赵儿 别再装模作样了 今天我就要将你曾经施加在我身上的欺辱 全部捣回来 愚蠢的弟弟啊 你自以为觉醒了先天神脉 就能来挑战我了是吗 看来我有必要让你回忆起 曾被我支配的恐惧 他居然敢主动去挑衅赵傲 谁给他的勇气啊 赵臣和赵傲相差了几乎一整个大境界啊 赵傲修炼的大日炎阳诀已真化镜 可以演化出五轮烈日了 就算在天罗学院的同阶之中 也难逢敌手了呀 赵臣这是必输之举 只是不知道赵傲能否 看在兄弟的情面上留他一命啊 就是呀 我觉得悬了 没想到这么简单 鱼儿就闪钩了 真是疯了 居然敢越级挑战 这不是找死的吗 诚哥一定要赢啊 待会要不要直接出手救下赵臣呢 可这是人家的家务事啊 可恶 赵臣这个混蛋就知道热麻烦 打败你仅需一招而已 这句话 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哦 天虎之力 原来这就是你的底气 可惜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 一切都是虚妄 吃死吧 诚哥小心 赵臣 快躲开 方而不识 我看一击 太古神文 第二道 什么 有 有 还战时候到了 不好 达尼不顾兄弟情义 欺辱我数年之久 达尼不知刚常伦理 数次对我母亲不敬 达尼身为虎啸侯府的长子 却甘愿做他人走狗 丢进了虎啸侯的脸 我 我 我怎么会输给你这个废物 闭嘴 时代变 赵 如今我是身具先天神脉的天才 而你 只是个被我踩在脚下苟延残喘的废物 是 诚哥 你打算怎么处理赵昂 他毕竟是虎啸侯血脉 虎啸侯待我不错 看在他的份上 这次便饶赵昂一命吧 赵尘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在学院内私自舞斗 还将同学打成重伤 殿下 救我 又是秀藩这个家伙 孙老师 赵尘目无怨记 重伤赵偶同学 您同管执法队也 一直铁面无私 定要好好惩罚他 赵尘 你没想到我还有后手吗 学院内可没有炼丹师帮你 这次你完蛋了 殿下放心 此次我定会让他知道 愿回为何物 来人 立即抓拿赵尘 是 赵尘 你胜了我又如何 最终的赢家还是我 住手 赵尘是我的学生 今天谁敢动他试试 孤奶奶让他吃不了 兜着走 谁敢动我成哥 我就和他拼了 赵尘尔 足弃 尔等竟敢阻拦 执法队形势 如此做的后果 你们承担得起吗 明明是赵傲 主动挑衅赵尘 赵尘只不过被动反击而已 你怎么能不顾事实 颠倒黑白 没错 我愿意为成哥作宝 这都是消反的阴谋 你们要抓 也应该抓赵傲 哼 仅凭你们二人之言 就想为赵尘翻案 绝不可能 我也愿意为赵尘做宝 我方才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赵尘没有错 我也愿意为赵尘做宝 没错 明明是赵傲主动挑衅的 我也愿意为赵尘做宝 我等愿意为赵尘做宝 既然有这么多人帮赵尘 这下不好办了呀 可恶 为什么赵尘走到哪里 都有人帮他 怎么就没有人帮我 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德道多重 师道寡重 萧凡 天罗学院不是你们一手遮天的地方 公道 自在人心 赵尘 你别得意 今天我吃定你们 天皇老子来了也保不住你 我说的 殿下 事不可为 要不今天还是算了吧 来日方长啊 你帮我搞定赵尘 我保你一个学院的长老席位 是 好 殿下放心 这是包在我身上了 不过一群学生而已 他们说的话不顶用 今天就算天皇老子来了 我也会帮你搞定赵尘 他们说的话不顶用 那我说的话顶用吗 副院长 燕 燕副院长 您 您大驾空灵 不知有何贵看呀 没什么 只是闲着没事出来逛逛 恰好遇到赵尘和赵奥之间的决斗 又恰好见到了 孙老师年大发神威 不顾学生们的请愿 又展现自己铁面无私的一面呢 副院长 您听我解释 这一切都是误会呀 哪有那么多巧合 燕青下根本就是来为赵尘撑腰的吧 不用解释了 执法队听令 即刻停止孙老师的一切职务 押解这清洁处劳作十日 留校查看以待处理 是 爹 赵奥私下武斗违反校规 关禁闭三日 立即执行 是 放手 放开我 赵尘 你给我等着敲 都是贪心热的祸呀 燕府院居然主动献身帮助赵尘 这是怎么回事啊 赵尘身具先天神脉 作为学院内的优秀学员 被副院长注意到也是正常吧 不过多亏了副院长 出现 否则赵尘就要被冤枉了 副院长 你怎么只能惩治诈啊 赵尘他也 三皇子殿下 这里是天罗学院 不是皇宫 你还是先顾好自己吧 我 对不起啊 副院长 是我唐突了 赵尘 你才来天罗学院多久 就闹出这么多的风波 不要以为有了先天神脉 就得意过头了 你随我过来 我要好好训诫训诫你 好 训诫 他是没有那么简单吧 陈哥 副院长可不是好相处的 你小心啊 放心 不会有事的 看样子 燕副院长好像对赵尘惹出这么多乱子 很不满啊 哎 木秀鱼林封闭催之 赵尘锋芒太盛了呀 可这明明都不是赵尘的错呀 燕副院长去见人的手段 可不是常人受得了的 哎 希望赵尘人没事吧 赵尘 不幸能次次好运 咱们走着瞧 燕副院长一向身举简出 这次居然为了赵尘大动干戈 真的只是训诫他那么简单吗 就在这里吧 四周我探查过了 没有人 好 燕副院长是想如何训诫我呢 居然还要找一个 如此僻静的地方 赵尘 燕副院长 您这是 我以贴罗玄院副院长的身份 请求您帮我报仇 杀到图露我家族的凶手 大秦帝国的皇帝 秦光 燕副院长 先不说那大秦帝国国力是天元国的数倍 秦光本身更是先天境的强者 你觉得我一个小小黄街舞者 能杀得了他 上次交手 我在你的体内发现了一股无比恐怖的力量 那股力量仿佛来自于九天之上 一瞬间就可以将我灭杀十万遍 你一定做得到 看来燕青霞这双眼睛的能力 不一般呢 只要你答应我 我可以在直弦范围内给你一切便利 并且你想要什么信息 我都会全力帮你弄的 甚至是 我 也不是不可以 这个就不必了 你告诉我 如何进入后山死亡禁地的方法即可 平常人见我如此 怕不是早就扑了上来 他居然无动于衷 好 据燕青霞所说 唯有拿到学院内黄街五者站立排行榜第一 才能进入后山的死亡禁地进行试虑 这是学院内自古流传下来的规定 他也没有办法改变 不过问题不大 区区黄榜第一而已 我唾手可得 腾扫黄榜 就从这里开始吧 好 打得漂亮 刘山加油啊 干死那个圣猴子 赢下这场 刘山的排名就能升到黄榜第三十了 刘山拳 拳拳到肉毫不留情 这才是真汉子呀 刘山太厉害了 短短三天 他已经连续击败五位黄榜强者了 这样下去 说不定能冲击黄榜前二十了 有意思 虽然五技粗糙破绽极多 但还挺可炫 陈哥 你传心让我来这儿干嘛呀 我想问你些挑战黄榜的规则 我要横扫黄榜取得黄榜第一的位置 什么 陈哥 你要横扫黄榜 为什么呀 横扫黄榜 好大的口气 你以为黄榜是谁想上就能上的吗 老子天生神力 努力修炼这么久 才达到第三十名的位置 你开口叫横扫黄榜 你以为你是谁呀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这里可是精英汇聚的天罗学院 你以为是你那乡下的鸡脚干辣呀 绑上之人都是人杰 百分之二十五 哪有那么容易进去 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 每次过来都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样 结果最后都被揍成了猪头 既然你们不信 那我就先热热身 用这黄榜第三十 舒展一下拳脚吧 用我来热身 乍言不惭 搞得这就废了你 黑风拳 哈哈哈哈 这小子可没被吓得走不动道 牛山上来就用了学招 这小子凶多吉少喽 哈哈哈哈 希望这小子不会被吓得留下阴影吧 就是 我的手 滚吧 啊 那什么情况 我是在做梦吗 刘山一拳就被赶飞了 黄榜三十年 都不是他的一拳之敌 看来他方才所说的横扫黄榜不是狂言啊 是啊 你们别忘了现在黄榜第一人 梨山也是个狠人啊 他们两者之间必有一场龙争虎斗 小炒面而已 不用惊讶 以后你们会习惯的 我成哥就是这么牛 一个一个来太浪费时间了 黄榜排名三十以内的人 都上来了 我一次性都解决了 开什么玩笑 真是要一个打一拳 他是疯了吗 双拳难滴四手啊 二十多个人一拥而上 就算你是玄阶高手也顶不住啊 年轻气盛是好事 但是过于自大迟早会摔大跟头的 就是 黄榜 我黄榜排名第二十五的周明 今天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黄榜十九名刘能在此 请赐教 一言也是黄榜第十三名赵字 敢在我面前撞 今天废了你 黄榜第八名谢广坤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识见识 你的武技如何了 黄榜第二名冬天前来逃教 我爹 这些人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 来得好 就不自信的 把你们解决掉吧 取自三十六种制毒之物铸造成的这把匕首 可谓是剑雪封猴 若是能够给赵臣来上一下的话 我爹 你不可谓了 你不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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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 我只要他战胜赵臣 我更要他把赵臣弄死 你立刻去把这把匕首送给黎商 并告诉他 只要能杀死赵臣 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是 天哪 这 这怎么可能 我 我一定是在做梦吧 真的有黄界武者能做到如此地步 过去过去的十几年简直白火了啊 黄榜之上 还有人我未曾击败吗 当然有 想要黄榜第一的位置 先过我这一关 经过变异的灵力 难道这人是传闻中的义务者 你是谁 我是黎生 黎生 加油啊 你可让我们黄榜最后的排面了 千万不能输啊 要真被这小子扫了黄榜 我们的脸都丢尽了 你那要干费那个臭皮的小子 你 很强 多谢 你也不错 一无折体您的灵气变异后 有的会增强树类 有的则是减弱 而这个黎生 明显是浅着 一招 灭了你 看看究竟是谁会被一招灭掉吧 大叔 这个黎生很厉害吗 你这不是废话吗 当年黎生不过在黄街中期修为 便以一路碾压之势 达到了黄榜第一 而且他战斗方式极为血腥 下手毫不留情 与之决斗落败者 大多身受重伤 甚至惨死他也有疑二 这次黎生书一招灭掉赵臣 看着阵势 应该是并未食言啊 这小子是什么来头 好强的力量 看来 这黄榜第一人 要换成我了 这 这怎么可能 灵霜竟然被打飞了 啊 不是吧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黎伤处于劣势 那小子真的这么强吗 一击便将黄街 近乎无敌的黎伤打成这模样 这个赵臣得多强啊 这 这怎么可能 就是和我预测不符 看来你口中的黎伤也就一般呐 刚刚还春牛说 一招灭掉我陈哥 没想到 自己被一招灭掉了 黎伤还有杀招没用呢 若是他用了 赵臣那个小子 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很好 能逼我用出这招 你死也明目了 那七七枪的术 这是 你受战法 黄狼 来了 这就是黎伤的下招 能大幅增强速度和战力的狼化形态 继续为止 他只用过三次 每次出手 对方非此击伤 赵臣那小将完蛋了 是吗 那要是陈哥这次赢了怎么办 绝不可能 使出这招黎伤若是还能输的话 我 我就把这个大理石做的擂台给吃了 哼哼 这可是你说的啊 当时别反悔啊 哼 谁反悔是孙子 哦 好凶残的小家伙 看样子 你应该是从小和狼群一起长大的 难道 你没有家人 你的话太多了 狂王五月爪 哼 赵臣不过如此 根本用不上消贩给我的匕首 把天拳 什么 这 这不可能 你 你为什么会毫发无伤 因为你 太弱了 风雨病 啊 啊 今日之后 我就是黄榜第一 零 零 零伤竟然输了 而且一招都截不住 我是在做梦吗 万日内行 赵臣 赵臣居然真的做到了 太强了 赵臣这个黄榜第一 我服气 赵臣 你太牛了 赵臣 你是当中无魁的黄榜第一 你 你 胎 好 吃吗 要不要给你加点调料啊 谢谢 给我来点自然吧 可恶 我 我竟然真的输了 仪少殿下 您还在等什么 快用三皇子给您的匕首啊 赵晨念慈现在背对着您 现在正是好机会啊 匕首 没错 只要杀了赵晨 您还是皇榜第一啊 你说的没错 杀了赵晨 我确实还是皇榜第一 但是 拒绝 啊 什么 不 等等 去死吧 为什么 狼群中 狼王只会凭手伸的狼牙和力壮 击败所有对手 登临王位 而不会去靠耍任何阴谋滚击 可恶 我不敢寻 你杀了萧凡的首相 不怕他报复你 哼 他承受不起动我的代价 赵晨 后山的死亡境地非常危险 我曾经进去历练过一次 但是行进不到五千米边被迫出来了 而且身受重伤 多谢高知 但是 我有一定要进去的地方 随你 我告诉你这些只是不希望你轻易死掉 你虽然击败了我 但只是暂时的 我一定会赢回来 傲娇的家务 似乎背景不简单啊 陈哥 你成了黄榜第一 可以见护山的禁地了 见不及 苏棋 学院内可有专门的修炼室 当然有 就在战神殿的旁边 陈哥 你是要修炼吗 我要一天之内突破到玄界 什么 停滞黄界时间有些久了 也是时候突破了 这 陈哥你在开玩笑吗 一般人从黄界圆满突破到玄界 至少都要半年 就算是天元国第一天才末天 也用了三个月呀 行了 少废话 快走吧 诶 陈哥 你等等我呀 陈哥 这是属于黄界学院的重礼修炼塔 最左边的是所有黄界学院都可进入 最右边的是黄榜以上的学院才可进入 最中间的 唯有黄榜前十名才可进入 这座修炼塔中的重力 也是最强的 好 那你在外边等着 我先进去了 陈哥 重力塔内每高一层 重力都是成倍提升的 你一定要量力而行啊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这不是赵陈吗 他刚拿了黄榜第一 居然又来修炼塔了 真是勤奋呀 目前最中间的修炼塔内 只有他一人 你们说他能爬到第几层啊 黎上最高也只到过第六层的三千二倍重力士 而且还花费了一周的时间 我跟赵陈最多也如此了 毕竟楼层越高 重力越恐怖了 废物 全都是废物 黎上不仅没杀掉赵陈 竟然还反杀了我的人 殿下 黎上那次竟敢如此轻辱你 我愿带人将其斩杀 为您讨回面子 不行 敌伤是大秦帝国的皇子 暂时动不了他 眼下之急 是要除掉赵陈 此次进步太快了 若再放任他成长下去 说不定 会成为我的心腹大患 那殿下是准备 这次我会亲自出手 不管谁来阻止都没用 我一定要杀了赵陈 死人没有任何价值 只要他死了 便不会再有人为他出头 殿下应你 我已得到消息 赵陈进入了修炼塔修炼 我们只要在外面 守株待兔便可 好 点击人马 我们立即出发 这次我要让赵陈这个名字 从天元国永远消失 是 老天爷呀 我的眼睛没花吧 这怎么可能 这才半周相不到的时间啊 赵陈就已经爬到第七层了 他难道是在里面跑步前行吗 这已经超过了离伤的纪录 太厉害了 开 又开了两道黄迈 黄街五十道黄迈 我已经开了四十七道了 还剩三道 我便能完美境界 洛西 你就等着瞧吧 我一定会报仇的 这里的重力 已经无法再给我压力了 希望上年不会让我失望 三皇子驾临 都给我让开 我看 别倒着三皇子的路 瞎了你的狗眼 还不让路 萧乏和赵阿 他们难道 是来打扰陈哥修行的 不行 我不能让他们得逞 赵陈在哪里 赵陈就在中间的中立修炼塔里 他已经爬上了第八层 看样子 是打算要突破到玄街 不关我们的事啊 我们只是看热闹的 什么 赵陈竟然能爬上 重力修炼塔第八层 如此恐怖的潜力 怕是墨天也不如啊 殿下 绝不能让赵陈突破到玄街 否则会更难对付 你立即去把重力修炼塔关闭 并将赵陈揪出来 殿下放心 看我了吧 站住这啊 我绝不会让你打扰陈哥修行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拦我的路 不想死的话 就给我滚开 你要想起修炼塔 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少废话 给我滚 不自量力 神 神主 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 找死 这下 我看还有谁能阻止我 这 神主 嗯 是不会让你打扰这个小炼的 臭小子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对不起 辰哥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什么 五十道黄脉已全部打开 玄机 给我破 赵辰居然到达了最上面的第九层 而且看这切事 赵辰他好像已经突破到玄机了 半天之内冲到达顶 这是宣伟那几百年来最快的记录啊 赵辰竟然已经突破到了玄机 之前我就不是他的对手 现在更不是了 不行 我得赶快回到三皇子身边 只有他能阻止赵辰 等 你想去哪里 赵辰 你 不好 这家伙什么时候下来的 动魂兄弟者 不可饶寿 哗 啊 想去哪里